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课程社会学研究 上次带领大家针对五年级下学期的社会领域教科书做内容分析之外 我们对课程社会学里面有关知识建构,知识权力压迫,知识转化的问题 课程实践的问题 我们还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叫论述分析,批判论述分析来做一个 对政策文本或是教科书或是一些影音媒体的说法或是电影或是视讯去做分析的一个取境 也是一个课程社会学常见的研究方法 基本这个方法里面可以追溯到那个批判理论跟原学 批判原学以及说一些新闻媒体的一个分析或是说一些假讯息之类的分析也常会用到这里 他里面跟一般分析不同,他会关注到意识形态 那个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对于怎么在社会之中透过权力去施展,以及施展里面带来哪些结构的改变,以及他又 受制于怎样子的结构的互动的一个限制 又 在互动中又能动这种 去转化这种其他的可能性 那么看一下里面有关的 著作里面可能包含了那种我所编有的那个 那个 Tresher, Mayer, Wardak, and Veta的那种 文本跟论述分析的方法 那一个是 论述跟FairCorp的论述跟社会的改变 那以及说 Wardak, Mayer的那种 批判论述分析的方法,然后另外还有那种那个Rogers的一个 批判论述分析的简介 Neo手边有的资料还有那种FairCorp,他把他 结合批判理论跟社会结构跟彼此间互动跟实践的一个 论述实践的分析 的东西去 分析政治的议题 分析语言的一个 意识觉知的问题 然后一个基础的一个三维的结构 以及说他怎么把之间用到全球化论述里面全球化里面 很多人在支持全球化之类的,或者有人反对全球化 这种不同说法里面背后可能反映什么意识其他,他要用什么 方式手段 全力去发展去 吸引别人或是影响别人去接受他的说法,以及说 环境中 又什么原因带来 促成他 他会这样子说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这个里面就 可能这里面提供给大家就是论述分析跟批判论分析 基本上在 这种研究方式除了内容分析之外,可以用在教科书政策文件 传播媒体的讯息 基本上在里面文本分析里面可以分成 早期的可以分成 古典内容分析,就我们上次去分析 季次那种比较偏量化 或是故事的分析 把它一个文本里面按照前中后一个脉络里面去做分析 或是论述分析,可以包含批判论述分析,或是妇科式的那种 强调那个主体 的一个 生存美学的一个实践,权力跟 那个生产之类的一种 关系,以及史密斯的建制民族字等等之类的 也会 透过论述,就是你的说法,背后里面 怎么去透过行动去 吸引人家的赞同,或者说 透过怎样的方式去传播这种方式 以及论变分析,还有比较 教育分析章 一般来讲,在传统战络分析的书里面有接受到四种分析的 古典 可能会问一下 所占的篇幅,量的篇幅 故事有头中尾,里面看看一个事件里面的情节 一种说法,或是故事背后的情节 论述分析里面会讨论到带有理论性质的文本,可能说一个说法里面 背后里面可能 他的价值观,他的意识形态 他为什么视为理所当然,他排挤了什么 那个什么 纳入了什么,排除了什么这些,然后发挥什么影响力 他要是咱们时代背景底下 被说出来的 以及说最后一种论辩分析 里面是透过里面怎么样去做 说服,有点像论说文那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基本上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批课论述分析,Fail Cope提出来很多 博士生早期很常使用 他包含说我们今天看的东西,可以阅读的东西叫文本 他可以分析文本里面写什么东西 但是他除了这个层次 一本书或是一个影片里面说了什么 他要去问说,那说的东西是在什么社会 文化的情境制度跟社会底下 去产生这个文本的 那这个文本又如何影响到这个社会 主要这个 他虽然是一层一层,但是你要看的是 文本跟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间就是透过论述这个东西 过程中去 施展 权力的部署 发生影响力的一个实践 那最后透过这个论述,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形式的表达 每一切的发生 最后会去影响到社会,那社会也会透过论述去限制说你什么东西 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 那依据Wordak的说法,他曾经归纳出来批判论述分析的八点普遍原则 我个人觉得说他是跟论述分析也可以动用啊 他考栏而是社会的问题 不只是语言,所以是跨学科了 第二个,论述就是想成一种说法,一个文本缩帖里面背后里面涉及到什么权力意识形态,以及他如何去 分配那个权力,怎么去施展他的权力,怎么去影响别人的东西 那以及说社会跟文化跟论述之间怎么去交互影响 论述,我透过文本 我今天说一句话,或者说写一本书 一个说法 被人家听到,或是我传递出去影响到 别人,影响到整个社会 那同样社会也会 透过这个论述对我来影响,这样子 关心到两个之间被证关心,每种语言背后 都涉及的生产跟转化 社会文化的问题 第四个,他可能问到语言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所以必须要文本分析去分析他的内容 交互错误,以及社会影响 三个层次的互动 以及第五个 论述只能在历史迈诺比 背景下被理解,他不是一个真空,背后里面跟什么时代的 需求,不同的声音 里面所产生一个主流的说法 这种,或是差异的说法 次文化的说法里面要怎么去 集结,怎么去交织,怎么去对抗主流等等之类,或是互相 渗透,互相 融合 第六个,文本跟社会之间不是直接连结,透过交互的媒介,这个就是中间那个层次论述实践 中间这个层次 一个文本让你写出来东西,说出来的话 那社会的社会的规则 中间会透过一个论述,一个说法 去影响别人的支持或认通 那第七个,论述分析是系统性的 解释跟动态的诠释过程,我们去解释到说 这两个之间的辩证关系怎么透过论述 论述有一种是像来回跑动的说法 我今天说一句话,别人加入他的意见 可能会影响到我说法,那我听别人意见会改变我的说法 但是我去 或是我去影响别人,这种来回跑动的意思 在拉丁文里面有这种意思 那么同样分析的时候,我会分析到 这种不同种种的说法 主张 随着那个实践的眼镜如何去 改变,随着不同人的身 在真营里面怎么去做演化 然后另外论述是一种社会行为里面,会针对实际问题里面去关心到 当前有哪些问题,我们如果去解决的话 所以这 Vodak等等,开始关注到 除了说透过 分析说你这个说法,或是这个文本,这本书里面写什么东西,还会 去分析说 这本文本,或是你的说法,透过怎样的形式传播出去,或是吸引别人的,所以影响到别人 带来社会的改变,社会的实践 那有时候这个过程可能稀有不惨,我们批判论述分析就会把它揭露出来 那另外他们有提出来说,那尽管关注的焦点不同,但是他们共同欢信说 我觉得不只批判论述分析啊,只是批判论述更关心那个批判的角度,对抗的 角度解决 问题的角度 那一般论述分析也有去看看谁说的 说什么,如何说,对谁说 为什么说 在哪种情定底下说,以及产生等等影响 这样子 那基本上有关这种两个理论里面,我们就可以用在教科书,用在教育政策,用在社会,政治,经济,贸易,全球化论述 或是说SDGs,ESG 或是一些新闻媒体的报导,或是网路平台,BBS,这个都可以去看看不同说法里面 背后隐藏什么细思形态,或是他为什么这个意识形态是受到什么背景脉络,或是他的出生,或是他的 情境里面影响 这种交织互动的过程 好的,详细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就看影片,请大家看影片 谢谢大家 基本上我们看待张文文老师做一个比较表 蝴蝶内容分析主要是去强调说 那个 内容的次数出 是不是有出现在其中 以及比时间站的比率 比如说228事件在不同历史教科书,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 有没有出现这样 228事件 之前我们以前上过那个科学教学导论里面有发现到 自从那个1979年那个 蒋经国 以前蒋经国总统 过世之后 你的位置总统上台之后 那228事件 原本从没有 到一行 到最后两行、三行 一段 一页 这样子慢慢的去 那种 扩充出来这样子 那故事分析对象是故事 然后主要是探讨故事里面的头 富、尾、情节的一个问题 然后主要可以分析历史事件跟继续文 比如说 领袖这个故事怎么 开始 然后怎么 发展 怎么结束 怎么运用在教科书之中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说可以做跨国的比较 他怎么去说这个故事了 怎么把它包装一个什么看到 从小就很刻苦啊 然后最后就是 看到雨啊 逆流而上 终于奋发图讲 最后就变成说 一个伟人 这样的故事 这样 或是一个英雄故事 这样子 然后论述分析里面就带有论述 以论述为对象 主要是一个以上的句子 对 论理 等于说你今天说出来的观点啊 你的话 你的主张 你的建议 背后有那个 理论 或是你背后那种 特定的 知识形 意识形态 之类的那种 基础作用 这样子 有执具你这种不同的立场啊 比如说比较 海峡两岸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对人物事件所推崇为何 相对忽略为何 哪些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说除了说这个论理里面有可能探讨说 他怎么去论理 相对内容分析 就是说 他怎么呈现 比例多少 可能做量化的统计图 他论述分析可能去 揭露这个 出现的次数以外 他关心到值的那个 他到底是 谁说怎么说 如何说在哪里说 发生什么作用 他论辩分析里面主要是根据论辩的议题 然后作者认为说是一种 类似议论文 说服企图的 所以大家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用这个文本来那种探究 然后比如说出事表 诶 怎么 怎么那个 成怎么样啊之类的 之类的 那个 探探讨这个他怎么去讲说他自己惯了 那种探究 不一般来讲 我们大部分 比较常见是 内容分析跟 比较量化的内容分析跟 那个论述分析 比较 偏执性的论述分析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一下 科典研究方法论的典范转移 跟科典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 早期是研究大的结构的那个 东西嘛 整个社会里面应该怎样应该怎样 到后期里面开始着重于说那个不同 文件里面的那种所使用的语言的分析 文件里面所使用的语言 然后去进行那个文本跟论述分析 做一个从 聚观到一个微观的观点 但是从 聚观到微观观点里面 可能到最后他们也不只关注到文本里面的内容 他可能会 把外面 的那种 社会结构的权力运作机制 跟文本你所阐述者的论述这个关系里面 再把它结合起来 把它视为一个 互动 彼此交织互动的那种可能性 然后我们回到 课程理论 课程理论的批评 是自处于说1970年代 当代课程理论产生典范转移 在改变历史条件的过程之中 那课程发展领域 就等于说不见缩小领域之中 常常是被那个政治人物教科书公司 学科专家主导 而忽略了 学校 实务工作者跟大学教授的声音 他认为这种对课程的领导跟控制 改变了课程职业的定域 但是这种情况 等于说物极必反开始反动 1970年代开始产生了 典范转移 从那种课程发展的观点 转向一个课程理解的观点 从怎么设计这个课程 到一个站在不同立场 不同观点 里面检视说现在课程里面 有哪些潜在课程 或是玄学课程的一些问题 这样 然后派人认为说实质经那个课程领域不栽将把课程教学问题 认为说是技术性的问题 就怎么去写出一个教案 写出一个课程 或是发展出一个教科书 如何做的问题 而是告诉我们去 必须要探讨为什么 课本那么写 为什么纳入 以前纳入无缝 现在那么无缝 删除了 我们先理解说 待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说但是这里面不是说当代课程里面 反对解决问题 而是说解决问题 他几乎不是反对解决问题 是说解决问题 不仅 不是表面技术性的东西 还需要意识的尝试性的回应 还需要认真周到有纪律的理解 那也就是说那个在 情境之中如何维持学科的方法 他认为说 如果对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如何去做课程发展 怎么去做监控 怎么做评鉴 做管理 比如说编写行为目标 使用标准化 这些进行评估 如何有效的用线性 循序发展去展示我们的 课程材料 或是驱逐不所规矩的学生 成功教学步骤等等 他认为说这个不是当前 这种点盘转以后 他认为说有兴趣的问题 而是转向一个关心到 生活史 政治 性别 种族 神学真实信仰 如何 复杂融合在一起 产生的那些问题 这样子 基本上他认为说要了解这些 跟生活史政治性别 种族神学性的问题里面 就必须要把课程视为论述 人们怎么说 然后在哪里说 说是什么 以及文本 他呈现出 承载出哪些内容的意义 有意义的内容 存在什么讯息 然后他认为说这背后涉及到语言 跟观念的那种 检释这样子 检释说不要把别人 那个教学徒的内容 或是政府的政策上就是理所当然 就要检释他 背后所使用语言里面 包含涉及运势形态 或是权力怎么作用 还有背后里面的价值观 跟立场 所以他认为说 因为走向一个课程实践 课程实践是一种理论性的 他认为说 文本的使用 意味着 不再是指强调学校课程发展 前面讲那种 行为目标准的使用 平良的使用 他认为说他真的去 透过不同立场的理解课程 就必须要阅读 去诠释 从现场产生的那种不同说法 在哪里说的 甚至怎么说 的那种规则 你看这规则的说法 那所谓的实践 就是他认为说真的实践就是 就这种意义上的文本里面 那种诠释 理解的作用 所以他认为说必须 课程 从典范转移 必须要重视 那个互为文本性 在教学实务现场里面 不同论述里面 他怎么去交互对话 怎么交互 交互搭配 然后 怎么去唱和 去形成那个 当代 主聊观点的那种 或者说不同 不同观 观点意见之类的说法 他探讨他背后的意义性 最后论述实践是说 那这个 不同的那种说法 或是风向性的说法 他怎么去透过 怎么呈现 用什么方式说 在哪个平台说 或是贴这个政府 政府代表的标签去说 或是贴一个什么 有公信力学者专家机构说 发表了 公告说 然后去 带来他的合法性 让别人 愿意更去相信这一套 是真理这样 那一次我们在使用 理解这个术语会涉及到 诠释学跟后结构 所以这里面就可能 不避免说课程 领域是一个文本性 然后有 有时候是相较有时候分开的那种 论述组成的那种文本 在 等于说那个 从一个内容转向一个文本 的那个 有 不只是文字 表面呈现文字 也就是它背后里面 文本的涉及 背后里面涉及哪 哪些价值观 哪些意识形态哪些立场 哪些 说话的方式哪些 既定的规则哪些典范 这样子 整个这种论述所形成 这里面我们要理解的话 会引生到我们怎么去诠释 它背后的意义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 后结构 诠释学跟后结构主义 的概念 我们来探讨一下 后结构主义的 学习的先辈知识 所以要讲到后结构主义 必须要回到结构主义 其实结构主义就涉及结构 结构是什么 部分要素之间组成一个形态 比如说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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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之间的建立关系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一个不可动摇的 比如说老师就是应该在讲台上上课 学生就应该乖乖在台下 那个上课 那个上课 老师期末给学生打分数 然后学生最后 就接到分数里面去做改善 这样 等下 或者规则里面 可能是什么 上行下校啊 天 什么 天地军寻师之类的这种 理法规则啊之类的 或是说那像是那个 很多元素表里面 不同元素里面 怎么组成一个结构 让它本质可以稳定 然后不会去耗散 或是钢铁架构 或是这种架构架构之类的 一开始人们自立于 追求说那个 社会制度啊 或是说 世界万物之间 稳定性的那种 部分跟部分之间 构成整体的那种 关系跟规则 跟制度 但是后期一些学者认为说 或是甚至说 本来结构主义的学者 他认为说 随着实践演变 那个什么 原本元素跟元素的关系 难道是禁止不动了吗 他发现即使化学元素 还是会产生那种化学变化 意思就是说即使严格的结构都会向右边这两个 你看 开始扭曲 不再是那种 四面八方 跪跪举举的那种 什么 也严格说什么 该怎么 什么线 什么规则 什么规律这种 方方正正这样子 没有变通 我们看到后期的转向一个可以扭曲 结构是一个 可以扭曲性的 而不是 他关注到说结构里面动态的特质 所以而不是一个静态那种永恒 就是今天这套制度里面 大家就按照这个制度里面 而不是 这个规则不能够改变 后面这个是规则会随着时间的演进 所以他们 对这个动态的观点 提露一个时间性的概念 因为这个时间性概念里面 其实那个结构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像以前可能是 那个什么 邮邦 进入到那个 显阳里面 说什么约法三章 杀人之死 杀人之底 抢人家东西 怎么样子 处罚 这样子 那今天很多就不见得会是 杀人之死 随时 时代改变里面 各代里面的那个 律法规则 人跟人之间制度 像以前人 每天要跟长辈 睡前要跟长辈 扣头请安之类的 现在很多规则就比较取消 这样子 随时代演变 或是以前家庭都是大三合院 大家族 现在可能都是 小家庭 这也是随着现在演变很多 我们原本探究既定以为的那种制度都会 被改变 基本上我们回到结构主 吴京国老师 海洋大学吴京国老师的观点 他们主要关心于说探讨社会或是世界的制度里面 各方面 有人是关心语言学里面的 索序尔的义符 跟义指 今天一个符号 一只狗 我今天写个一只狗 它里面是指的什么 一只都狗 他认为说他们主要有结构主义去探讨这个 我今天用到狗这个字跟实际上那个狗之间的连结 所指涉的那个 他讲的一个指涉啦 指涉狗之间 连结的稳定性关系啊 还有人类学里面的李维斯陀 他跑到那个热带一些族群里面去探讨 那个原始部落族群的一些他们生活 经验的模式 那个族群里面有好些规整 社会主义结构主义里面 阿兔舍 比较批判取向 他就探讨说 很多那种上层阶级 下层的新型之间 被对称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整体 马克思主义取向的 那种结构上层阶级 下层阶级给那种结构的制度 那还有心理学也算是结构主义 我们皮亚节的那种 认知基模 怎么去做 原先出来有基模嘛 怎么新 新的东西进来会涉及到 同化跟调试上 那基本上 如果就结构主义的理念来会重视整体 忽略的部分 那时候我们只要找共同的规则就好了 忽略部分里面可能有那种 不同做法 或是不同 规则的产现 比如说大家觉得说 那个什么 初九都要拜天公 搞不好有的族群里面 也许就没有拜天公 是上帝的祷告等等 之类的这种东西 或是阿拉的那种 回家徒的信仰 这样子 然后关切 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说整体性 关要不之前 彼此建立的那种整体性的关系 然后第三个是重视结构自我调节与转化 结构本身的运作 而不是说外来 或是 比较没有讨论到那种 结构 一个 一个整体跟外界之间 互动交织的意思 对 这里面没有 封闭的系统 意思就是封闭的系统 那另外强调共识性 时间禁止 反对历史的 社会结构 没有 历史变迁的结构 这里会涉及到历史 又会涉及到时间 你可以引进到 那个时间轴 里面黑格那种 正反而会随着时间里面去做 变化 深层的 精神的 犹变这样 反历史结构里面 就不会中 是那种 很多制度、原理、价值观 是随着时代 不同时间点、不同情境里面去不断的 辩证对话 去一座演变 忽略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观点 忽略那个 心智的隐藏结构产生无意识的观点 他把心理里面 有点像冰山里一样 他只看到表面 不去重视这个 隐藏的结构 这个里面不用意识到隐藏结构 看到表面就好了 基本上结构主义 前面讲结构主义对社会的 教育上启示 教育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要素 教育的发展必须跟其他社会要素相互配合 教育具有自身的特质能够发展 然后学习是教育制度 你看都是教育制度 要素 结构 了解个人必须要从整体结构出发 课程改革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反应 教育研究必须要掌握 教育的生成结构 看他那个背后一些结构的意义 好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修正是把时间 拉进来 动了结构主义的客观性 把他权威性 减弱 他并没有恢复让那个现代主义里面对主体性肯定还是 跟结构主义一些主体的观点 偏向于人跟结构 互动的观点 人是结构了一部分 部分 那这部分里面 会跟整体去做互动 两个之间互互相改变 基本上后结构主义里面有四个天王 一个是那个 拉杠 拉杠 一个是那个 罗伦巴特 一个是德西塔 一个是富科 这是你们教育哲学里面应该都会出现过的人物 然后基本上讲拉杠 那主要是运用佛罗利德的精神分析去分析出一些 有怪我 自我 这个如何去展现 他那时候可以分 从想象界认为说 一个我是本我的 自我这样子 我为什么知道说我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看了镜子 镜中自我 看了镜子才知道说我跟 这是我跟Mexo 别人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 镜中有另外一个我 这样去区隔我跟YJ的观念 因为象征线里面 主要探讨说 那我也许受到语言符号跟意义 意义来定义的这种观点 比如说我是 我这是台南大学的助理教授 然后那些老师 我这是人家的儿子 我这是谁 我这是什么一个男生 这样子 那个定义 我是什么东西 我可能身高184 然后体重多少公斤 这样从外界的符号来定义 接下来 时存界里面 可能我里面 涉及到说 我在世界的一份子里面 无可言说的 但是我实际就是存在 在世界中存有 主要那个他刚讲他说 这个我不是这么固定 我涉及到分裂跟不统一性 涉及到主体 跟意义 跟自我 跟 他者之间互动的关系 他还提出他者理论来解释我 这样子 他论来说 一个小他者 就是我 之所以理解到我 是我看了镜子之后 知道说 我是跟 外界与众不同 镜子中有个我 这里还有个我 我跟外界是与众不同 这样子的分裂 自我分裂的 镜像 然后大家 等于说我看到镜子里面 还有可能说书头 等等 这个是我 这样子 第二个大他者 象征界 人际关系的秩序 我之所以是我 也许是我今天被赋予的身份 或是赋予的 职业 赋予的性别 赋予的特质 这样子 在这个规则里面我办理什么角色 像现在我这是老师的角色 那没有他者的他者 就主要强调说 那开始 他主要去探讨说 跟以父为名 以父为名就是一个既定大的规则 底下的欲望 之间对立了他的关系 主要开始在强调欲望的关系 那最后是 欲望的我存在 我的存在不是为了 世界普遍的规则而存在 两个之间是有 普世信神要叫你做什么 不仅要叫你做什么 这种既定的世俗律者所规范 而是有欲望存在的那个重要性 这个被划纳的他者 是那种被阉割的他者 就等于说那个 强调说那个世界的规则里面 可能就是 不完备的 不是说把它视为做整个结构里面 秘密合合的那个结构是完全稳定 不动摇 主要去重视到那个 世界的那种漏洞 不完全性的那个面向 所以没办法去支配到 那个人的那种影响性 带来结构的不稳定 另外一个是罗兰巴特 他主要是关心文学作品的那种 讨论跟批判 他里面有几本书 一个叫写作的零度 主要他打说那作本 跟读者之间 刻意保持距离 那我今天要读一个文章里面 主要就是那种 我不是完全陷入在这个作品之中 而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之中 会拉出个具体去 建成这个作品 那另外神话学跟流行体系里面主要是探讨说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世的作用 然后还有能子跟所指之间的那种 那个变动的关系 只设不是那么稳定的 他另外谈到说符号 被置入性行销的去运作 就是这样子 不是那个前面讲的那个手续额 认为说 能指一只狗 跟一只狗是对应的 那也许今天里面 一只猫 今天在某个地方 这只猫 这狗 把它包装起来 或是说那种 我今天 这男生用那个 APP 把自己改成一个正眉的一个形象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 照片 一个男生在自拍 但是他显现出来是个 表面是正眉的后面镜子出现的 是个 男生 这样子 那另外讲到作者已死 作者已死就是我们在 关于写作之中 我们那个 作者的权威只是对 文本牵强呼应而已 他认为有时候我们在阅读之中 作者的心理不可知 对作者的理解 变成不可能的事情 主要是讲到说今天阅读里面 主要是依据诸德的观点 我今天阅读也是在写作 每个人即使读一本书 读出来内容也会不一样 因为加入我自己的 偏好 自己的宣伏知识 的理解 他认为说 重点不是说我们掌握作者 到底原先意思是什么 而是我们读者读出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他S跟Z 没写出写的文本 跟读的文本 他认为说必须要翻转出来 这样 逃避限制性 不被既定意义的束缚 这样子 想象说我们读的过程 就是在创造性的意义出来 这样子 等于说 另外有些学者把他摇诗 后来提到一个读者 视野的那个理论这样子 重视读者的声音 而不是原作者的思想 像以前国文课本里面都讲 原作者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原作者的意义是什么 或是一些大学联考 指考之类的问题 学测 之类的问题 就讲 请问一下原作者里面这段话 这首诗的哪句 里面是指什么意思 可见到最后里面常出现的情形 他给了标准答案 然后原作者跳出来说不是这个样子 那这就涉及到 那是读者讲的对 还是作者讲的对 看起来特发现在这个问题 甚至说那个 读者 那个作者 自己第一次写自己看自己的文章 跟之后 五个月后 六个月后 一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他就看自己文章的理解会不会一样 不会一样 甚至是你读者 作者成为读者的时候 你每次读的意思 也会不一样 另外他重点里面有 他认为 原本意识跟被阅读的意识之间 就有一种断裂的前行 是演变 变成了 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里面作者要阐述什么 这观点已经 作者意识 带来那种意义 跟观点的那种流动性 另外他里面论摄影里面 看到有知性跟刺点的关系 知面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张图 看到一个先生在一个 就罗兰巴特啦 叼着一个雪茄 这样子 那刺点是什么 就我今天看到这张图里面呢 不是 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 就我掌握到一个先生在 叼着个雪茄里面 其实更关键的是说 我会被这个摄影图画里面的这个部分 叼雪茄里面 先关注到这一点 再延伸出去看 看看背景到底有什么 这样 或刺点在组一个 一个图像里面 我们catch到的重要点 所以那位说 所有文本里面有多重意义 不是单一种意义 在阅读或是你 视觉的 探索之中 像编织者 一样 很多不同意义 交纳出来 一个是他为什么在这里 抽血架 他操作什么牌子 他是哪里人 他坐在哪里 是游民吗 还是说他是一个什么 等待开会时间 等待女朋友 太久太无聊 坐在街头 然后还是说 他背后里面那个橱窗 是什么 百货公司 还是小商店 等等之类的 那欧美的百货公司 好像街头就有 第四个是那个 富科 富科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 主要 从结构到后结构主义 甚至代表 不过就算自己本人所在讲 我自己根本不是什么主义 别人贴给我的标签 我就是我 他主要的 那个著作翻三个是 一个是知识考古学 一个是权力系辅学 一个是生存美学 知识考古学主要在探讨 知识里面的那种真理 知识行 背后每个时代有不同 那种正确的真理 然后受到 时代的影响 也谈到论述跟陈述历史的不连续 我们以为现在历史里面其实是 不是直现实啊 那可能历代主流官方历史帮你 补充啦 就是可能说 唐宋元明 唐宋元明清之类的 比如说宋元明清之类的 这个大中华的文化 其实忽略到其实元朝是 蒙古人 然后清朝是满洲人 但是我们就把 很多人就把他 用很多 那个历史学家把他印 把那种 缝隙 把他塞起来这样子 或是说现在历史里面可能都是一个主流历史 一些拜官历史或是不同观点里面可能被 忽略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们在探究的时候 必须要 用那种像考古学的方式 考古学就一层一层 等于说 回到某个世纪 回到某个世纪 某个世纪 那个时间点里面去探讨 这个时间点里面 写不同的文件 不同的说法 而不是单一只看官方文件就说 我们现在历史就是这样子演变了 就只有一种观点的历史 这样子 他在做这个不同文件的探查 他叫党和学 党和学的探查之中 就涉及到论述跟陈述之间的那种分析 这样子 他背后里面为什么这么讲 为什么说 汉武帝是个伟大的皇帝 他不讲的话 如果从越南的观点来讲 汉武帝是一个什么 对外侵略 有牧民主来讲是对外侵略的一个 霸者之类的 这里面他前面就强调说 我们要探究知识的真理 必须要回到 每个时空背景底下 去做考古学探究 那现在在权力系普学认为说 那每个知识背后可能涉及到不同时代里面 权力运作机制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要 那个什么探究历史 要从 古至 求精至古 从现代初保点里面去找寻说 今天所以是这样子 前面的阶段是受到什么 哪些多元因素的影响 就等着今天之所以这样子 也许前面受到哪几个因素影响 然后这些又受到哪几个因素影响 哪几个因素影响 等下他认为说重点历史不是找出一个固定的起源 而是找一个 缘起这样子 起是哪里 不是找出起是哪里 是缘起于哪些东西 今天之所以是这样子受到哪些 论述之类的影响 不同论述不同观点之类影响这个面向 那另外里面他也是这里出生的考察 他提出一个戏谱 这个叫戏谱学的概念 然后你的爸爸妈妈是谁 我的爸爸是黄英德 我妈妈是黄阳碧云 我爸爸的爸爸是谁 黄炳帮 妈妈是什么黄章牙之类的 这种往前 然后妈妈的爸爸是谁 那个 梁启才 然后那个 爸爸的那个 妈妈的 妈妈是谁 然后梁里秀书之类的这种 慢慢去往前去推上 对出生缘起的跳场 等他想办法把这种 那个共识性的他就开始 抓回到一个历史性的那种 多元的观点 他的意思就带出来说 那今天历史是这样子不是一个 纯粹必然的线性观点 而是变成一种 复杂的 分裂的 多元的 历史的 今天所以是这样子多元复杂因素里面 的交互重影响 另外在权力系辅学里面他拿说 不同时代里面怎么去 规训主体的认同 他在规训惩罚里面有讲到 权力的运作 会运用现代 进入理性跟国家的机器里面 会用一个全场张力里面 以前就可能你犯罪里面 你要颠覆政府嘛 就把你绑在 那个市场里面 无码分尸 或是斩头失踪 马门招展 这样流血 喷血 这种 让人家看得很恐怖 他让他进入到现代理性时代之后 现代国家里面 对人的监控 也许是一个肉体的监控 透过规则 透过 习俗道德之类的那种规范 透过无所不在的那种舆论 去影响到你 什么东西可以说 什么东西不可以说 或者 小孩有心无耻 这样子 或者说你可能 说假讯息就要罚300万 等等之类的这种 东西去 或者说那个什么 中共里面那个 中国共产党里面那种 你随手丢垃圾 可能有贴眼照到你 你的什么 那个什么 信用评价就会变低 你可能出去 用餐就不可能吃高级的餐厅 然后出去不能够搭火车 只能搭公车 或是连公车也不能搭 只能走入 这种 无所不在的监控 其实我觉得不是共产国家 现在很多国家里面 监视器装得越多 你个人的掩饰就越 越少 可能这是涉及到一个 公众为主 还是个人为主 阿富克我觉得他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说 在公共的那种 政权的治理之下 个人还没有自己那种 对抗的空间 他比较关注个人的那种 治理性的可能 而不是完全是 顺服到别人那种 规训这样子 对肉体的规训 不是那种鞭打 而是那种透过制度把你关起来 他里面 圈长监狱是 巴黎一个监狱 巴黎监狱是这种圆形的 中间有一个中央监视塔 然后那个有一个什么 探救灯会一直扫描 一直扫描 每个囚犯都关在 周围里面的一个房间 你在做什么那个探测神扫过去扫过去 就一览无遗这样 你就可能就 没有机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不过像动物农者里面 有导大正在看着我 那里面的 无所不在被监视这种感觉 权力又有这种 等于呼应他里面讲的权力 是无所不在 在到处流动在这里 在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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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处监控了你 这样子 权力无所不在 是有双面 不过他认为说是有双面技能 在信实里面可以参照说 当然我们表面上是被政府 或是一些 组流团体 机制所 的运作权力 寻使所 机制 他认为说 权力之后在被运作过程中才存在 并不属于说某个特定的人 或是 某个特定的人没有 并不是总统有权力 或是说 爸爸妈妈我吹你 或是老师有权力 老师今天叫你教一百份报告 你不教 就不教我能拿你怎么办 等于说他带来一个 其实有自我自理的那种可能性 这样子 而不是一定是被那种政府 统治 我们要放宽一点 那种主流 或是说 统治者 的统治 莫名的统治 可是我们有自己 生活记忆的可能 最后是生存美学 他主要是探讨说 我关于自我的关怀 要重视这个信誉 都是权力 知识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今天身为一个主体 被权力 这个知识 权力 主体权力 知识 先是相互辩证而成了 这样子 权力 决定知识 知识行造主体 主体运用权力 这种 关系存在 这样 所以他在这里面主要探讨 不过他在最后是探讨主体 他主要研究是探讨主体 探讨主体的怎么回告自己的那种 欲望 想要怎么变得更好 他假如说自己就像一个 完美的 艺术品 或者就是像 麦象死亡里面 把自己雕出一个 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品 这样子 自己 透过自己的欲求 他那种 里面引用到 早期古希腊的一些想法 修身 带来一个生存记忆 今天你自己该怎么做 也许是自律 像我们现在远距教学 那也许你要不要坐在这里看影片 还是说 那我这个时间拿去看电影 或是有那个同步教学 我是 要打开室去认真的听讲 或者跟人家讨论 教授讨论会跟老师对话 还是我做一个什么 我自己的人形模板 然后跑到旁边去睡觉 那最后来讲到 主体权势学 我们的主体是被 自我修身的自理性 所诠释出来 简单来讲 主体也许把他当作一个人 你自己人 存在 为什么你存在的意义 是我今天存在生命的色 生命的意义 你生命的意义色彩 是靠自己诠释出来 自我自理性 自己什么时间点 该做什么 吃得太胖的时候 也许就 不是说那种 那个什么 很多 肥肉之类的 因为暴食暴饮 不是说 这里不是说胖就不好 暴食暴饮之类的 也许有什么 三高 高血压 心脏病等等之类的东西 高血糖 那可能要自己去控制 去运动等等之类的 或是平常喜欢睡觉 作业都没有做 要自己安排时间 哪个时间点就是要睡觉 休息 哪个时间点就是要 娱乐 安排得好好的 自我去管理好自己 那最后是导向一个 知识备要有很多不同的 那种意识形态 或是 知识形 一种共同的规则 这种共同规则里面是受到 权力的作用 机制的作用 那权力不是谁 而是在我跟你之间 彼此互相之间的关系之中 等于说那前面结构主因 点跟点之间的线 线之间所影响的 那既然在线之间影响 我们每个点之间 互相拉扯之下 还是有自己的那种 运作的空间 而不完全说我当是一个网子里面 每个点都一定被别人拉得走 就带来可以有个自我 活出自己 那种 小螺丝钉的那个 光环 生命的诗篇那种可能性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德西塔 德西塔是后结构主义 不过后来也转向结构主义 他主要是反对欧洲 罗格斯主义里面的 逻辑里面的本质论 反对二元对立 心物二元瑞律 他寻求二元对立之间 非黑及白之间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或是有人说你今天是男生 或是你是女生 那真的是如此吗 有的人也许是 以前认为自己是男生 后来觉得自己是女生 以前认为自己是女生 现在认为自己是男生 等等之类的那种 或以前里面 某个用法是指什么意思 后面可能原来 后来就完全 颠倒他的意思 这样子 之前那个网络上人家喜欢说 地方妈妈 怎么样子吗 原本意思是想说那个 地方的那个 可能有家庭的父女 想要到外面去追求刺激 性的刺激那种 一夜情之类的 后来很多人在用地方妈妈 指的是说 那我们一个小市民的女性的角色 这样子 那等于说 再变成从那种 并不是本质里面 这个词语并不是本质里面 固定不变的意涵 这代表这语言的使用 然后会后面不断的去扩散出 多元的可能 我们看起来跟那个妇科里面的那个 西普学很像 不但是往后面 去开展 所以说如果妇科的西普学里面是 前端有好多东西 金是所以 是前面很多东西影响 他里面就 也许这个点里面 他会重视 不是非黑几百的 而是画出很多条路 多元的这种 这样子 也许到最后是 现在也是很多种 面将这种 扩散出去这样子 他认为说那个无意义的 那个本源不是不完美 是无意义的领域 而是透过语言 原始跟符号 只设在某一个情境 在场出席的意义 在每个情境漫游里面 被使用的定义 而不断的 改变他的做法 像那个地方妈妈嘛 现在可能远距交学里面很多妈妈要在家里 不上课嘛 那小朋友在家里 那地方妈妈里面 可能要一打三七打几张子 就忽略跟以前那个地方妈妈可能 早期源自于那种色情网站 实际那种 或是 那个 寻求性质集网站 之类的那个 定义这样子 它不同 时空背景不同 等于说 那种时空背景不同的概念 最后要转据一个解构主意 它认为说 我们要解构这种 规则 让主体开放 让主体去复活 主体不是 人家说老师应该要什么样子 老师 女老师不能够穿短裙 不能够染头发 不能够戴耳环 或男老师不能够刺青 或是不能露出刺青去上课 等于说这里面 那谁说是不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到底有侵犯到谁的人权 到底有什么影响 首先 干杯子大小 干杯子大小的话 教坏 小孩子啦 那里面到底是 你说这个是对的吗 为什么是真的是教坏小孩子 那真的有影响 实际来看 其实 并没有一些犯法的可能 犯法的那种事情 所以他认为说这种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学识 突破规则 也是一种研绎的语言游戏 让既定的概念用法可以 不同多元的使用 然后他那里说 数学文化 模糊文化 里面有带来一些创造性 他一个观念像明信片 明信片寄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那个意义会不同 绝对自有的文本的创造性 文本是创造性的 不是受限于既定的那种作者在写什么在讲什么观点 而是读者 又回到读者那种不同的 那种理解方式 可以回到我们前面那个 那个当代开始的论述里面那个主要是探究那种 那种生活世界啊等等之类那种 不是既定的课程发展的规则 SOP流程 也是多元的意义 后面有讲到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里面可能关心到那个 瓜达里根 主要代表人物有瓜达里根 德勒斯 德勒斯跟瓜达里 基本他们主要观念有反伊底帕斯情节 那伊底帕斯感官感觉的逻辑 无器官的身体 千高眼地下心 逃逸路线 折坐空间 影像可以运动 反伊底帕斯情节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听过伊底帕斯的故事的话 从前有一个 一个国王一个妈妈好了 他生下一个儿子 最后预言家说这个儿子会什么 弑父然后娶妈妈 那个他们很担心就把那个儿子 就可能是带到荒郊野外去丢掉 那有一天那个儿子 被一个什么牧羊人或等等之类的养长大吗 有一天国家出生一个什么人命食神之类的怪兽好了 他就会 挡在路口吃掉很多人 这样把国家封锁起来 那国王就发出那个 告示说那谁能够 谁能够那个 杀掉 勇者斗亡 杀掉这只大怪兽的话 就可能给他奖赏 那当国王之类之类之类 就这个 原本被抛弃的王子 就去挑战他 他问他说那个什么动物是什么 早上 有两只脚 晚上有三只脚 之类的这个 一开始 可能没有 一开始是四只脚 然后 中午的时候是两只脚 然后最后是三只脚 最后他打出来就是人 小贝比的时候会爬嘛 四只脚 然后变成可以成人说是两只脚在走路嘛 然后是那个 最后那个 就老人数着拐杖嘛 三只脚这样子 这获胜呢 就可能被邀请去 那个 那个什么 邀请是那个 获得的奖 奖利 那是因为这种可能那个王子 原本的王子不小心就 杀掉那父亲了 最后就可能 娶掉他的妈妈之类的这种情形 带来说那种这预言里面讲到那种 那个 那个什么 心理学常用的那种依附感 今天男生对自己妈妈的那种 控制跟爸爸跟妈妈之间关系那种 有那种什么阉戈焦虑啊 或是说等等之间那种情节之类的 嘿 那 反 非礼帕斯琴姐认为说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强制说 一定限定一男一女的结合所生下王子 他认为说这种一男一女结合的那种 互贤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 又是一个世代 为什么世代一定就是一个同一个世代之间的对抗关系 主要是探讨这个 认为说这里面是 非礼帕斯琴姐是一个理性的观点 他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说这里面 只是维护制度的一些说法 这个感官感觉的逻辑是认为说 除了说我们运用认知啊 分析啊 阅读理解啊 这一段讲什么 这一段讲什么 作者意识是什么 我们今天用那个ORID 客观性来讲这什么 主观性 你有什么感受 然后你怎么去诠释背后意义 你怎么做决定 或者说今天用概念图 他认为说 很多字是不可言说啦 像你今天看那个图里面 今天我看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看这个图 你看到什么东西 一个人 然后你 摆着这个动作好了 他里面认为说 我们现在认识这个人 不是认识说 他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然后两个的法令网 然后头发是几根 或者手是几只 这样 动作做什么样 他总是根据我们在看那个图片里面 除了 表面理性的认知 认识性的认知里面 我们会关注到里面 流动的线条 比如说这里面 带来一些张力 或是这个人里面 眼神专注的那个表情 手的那种情绪 他那时候很多 尤其是后现代艺术里面作品里面 很多运用线条 那你看那些线条 会觉得自己 阅读者 或是自己身为一个 艺术欣赏者的那种 感觉 自己的身体会跟着他一起去做 律动 这样子 像有时候你去看一些 可能是那时候 公布影片好了 黄飞鸿 那你自己感觉到 打二人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到 电影里面 主角在打 但是你跟着这个主角 感觉同样 你这个主角 在对抗一个坏人之间的感觉 这样子 那个画面的线条 会带动你那种 整个身体那种的 运作 感性的那个运作的机制 这样子 所以他讲一个 无器官的身体 他认为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用 现在我们就觉得说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用鼻子闻 用身体 皮肤去触摸 之类的 但是他认为说 如果我们回到你一个 当一个瘦精卵的时候 小baby 母亲的肚子里面 还没长出来的时候 还没生产成形状的时候 那你是透过什么感知啊 你是没有听到吗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那种 闻到 那其实上你整个身体都还是在运作啦 他认为说 其实我们现在身体说眼睛只能看 耳朵只能闻 鼻子能听 把它区分出来说现在该看了现在该听 忽略到 整个身体是同时运作的可能了 回到时候 你在一个瘦精卵的时间里面 你是整个 整个 身体都同时跟外界运作去接受讯息的 那千高远的地下心主要是探讨说那个 在很多高远之下还有地下 地下心像藤蔓一样啊 一个真理一个知识的观点里面不断的蔓延 有点像 复刻的那个权力 关系里面不断的在这里真的也在那里 我们今天教什么课程 明天里面 也许不是一个线路的明天是下节课 而是可以随时滚动性修正 多元的可能 地下心 等于说里面不是 线性的模式 也不是说一二三四五 而是可以多重那种 变化交织而成 未来现在 过去交织而成这种 情形的知识性的 理解性的发展 那里面就会用到一个什么精神分裂的概念 就不会说像我们以为说 说一个事情一定要以前怎样 现在怎样 过去怎样 现在可能很多倒数法 在穿插现在 然后等一下讲到未来 再重新回到现在 未来跟 未来跟过去同时存在 这种观点 他也讲到说那个 老子道德经有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之类的 一完为什么是二 为什么是三 一完那不能是七 七完那不能是八 就有点像跳动一样 今天为什么我一定要 第一个步骤做这个 第二步骤一定要跟着你的规则做 如果跳到别的步骤去可不可以 为什么第一阶楼梯 下一步一定要第二阶 我不能先跳三 再跳四 我今天跳舞的时候 为什么一定要 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跳 可不可以跳出自己 其他的做法 这是这个观点 里面讲到说多元可能性发展 调一路线讲到说我们今天发展过人之中 不是一个 今天 A点到B点里面不是一条路而已 是有很多不调 路这样子 或是说我今天到一个交叉路口里面 并不是说只能选左边或选右边 实际上我还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出来 那折皱空间是说 以前我们以为说对事物的理解是向外扩展的 他里面讲到说那我们如果把它 当作一个扇子的话 一支扇子 扇子打开来是 很多广面的 合起来的时候它是 一支饼而已 他里面说一支饼里面其实可以包含很多广面的知识 所以说 主要是讲到折皱空间 我们寻求探求只是不应该 只是往外求 晃出自己内心 询问自己的自我 自我思考 自我探究 里面心里面其实就很多小宇宙 不可限量那种 像扇子一样的空间 即使说我们一个人很小 不见得是往外探索 我们就朝内去探索 的可能性 影像运动里面就要讲到那个 从那个 博克森的差语重复来讲 那个 虽然说每次都重复 但是每次都不同 那影片里面 可能是很多影片 一段一段那种影片 接起来 30帧之类的那种东西 很多影片里面可能看起来都 重复一个人 在使用 或重复一个动作在使用 那里面可能每次个不同秒里面 有不同意涵 这样子 不断的变化 基本上这是我们后结构主义的补充 基本上是对制度规则的一些抗拒 强调到突破既有的规则 去发展出新的意义 无限的可能 另外一个重点是回顾情欲的探索 而不是被那种 父权 极致 伦理道德极致所约束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回来看一下 文本和露述 相当名词意义的那种解释 课程社会学跟课程理论研究一样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先来看到文本跟论述相关的名词事宜 其实我觉得说 课程社会学跟课程理论研究一样 很多专研的名词就像 外语一样 你外语如果不知道每个词汇的意思的话 文本是什么 论出什么 读起来就很辛苦 但是如果知道这种外语的那种 英文或是德语 法语 日文 里面的意思的话 你读起来都很轻松 你会发现里面 都是同样这些词在绕来绕去 只是讲了有时候是同一件事情 那么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语言 里面主要 那么从那个文本里面要探究那备用的语言 语言是一个复杂交流系统 主要把它形成西德 维护跟应用 是一个涉及到人身份认同 或是在思考里面的要素 也是一个文化构成的主要元素 那语言基本上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里面有 从事语言行为的那种 我们心理的运作机制 我们怎么去表达 那个理解 的一个方式 学习理解的方式 用什么方式去 编码去学习 第二个是让我们用组合语法里面去传递 语意语的记号形式 用来沟通的形式 语意的背后的那种沟通的那种符号 第三个是口头符号上的交流系统 去表达或是控制周遭客体的那种控制功能 这样子 前面自己的那种 理解的机制 第二个是符号的系统 第三个是人类用来交流沟通的一个运用的一个机制 那基本上从现象学来看 Pineart他们认为从现象学来看 语言 源自于先念经验 然后之前又先啦 是先前那种基础 不过他们认为说从后结构的观点来看 所有经验之中都是原始经验被研绎的结果 等于说你原始那种最初的经验里面 当你用话开始说的话 诶我之前昨天去吃了一个牛排 那你这里面跟昨天当下 此时刻所吃的牛排里面 开始有差距的效果 这也要嘛要遇到那个德西塔的演绎 这个概念会随着时间的演变 可能会说出不同的意涵 然后在这个差距之中出现的就是语言跟历史 语言的历史作用 当我们讲出话的时候 去描述前面 发生的一些体验 跟经验的时候 那其实已经过去 然后有时候也 不是多加了很多 现代当下思考对前面的解释的一些形形 所以语言是有一个变化性的那种 历史的游动 接下来我们讲到类型 类型是涉及到 我们在某些社会活动场合之中 语言如何运用 背后涉及到知识形或是聚合体 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说 有点像 见人说人话一样 跟你爸爸妈妈里面可能要装乖 可能说我这很好 很平安 很认真 但是对你的同学 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出去玩 等一下要不要去 吃好料之类的 要不要出去 happy一下 类似这样的东西 在面对不同的社交 社会活动里面 涉及到不同 语言实用 对在不同场合里面 有不同的那种类型 规则 规定你什么时候 该 可以讲什么话 什么时间 不能讲 背后都涉及到知识形 这里面复刻的概念 所谓知识形指的是 制约着一个某个时代情境底下 时代精神跟认知方式的结构 它是时代 知识跟论述之所以存在的历史 现代性 借以独断的方式决定说 怎样的知识才是真理 什么才不是 就哪个场合里面 什么知识才是真理 像早期以前那个 地球绕着 地球是世界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然后太阳绕着地球转 到后面才发现到 其实时代科学的进步 发现不是如此 那以前说 那可能领导者就是什么 君权神授 就天子 这样觉得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伟大 好那 傅珂认为说 以知识体系跟知识氛围作为工作基础的词语 背后都受制到 词语就是说话的方式 受到 用语 用语言 语言的使用 受到当词所处情境对世界生活的某个特定 认知所支配 等于说某个场合里面你可能不会 也许地方比V 比V里面在我们认识跟EA非常好 但在某些场合里面可能里面就是一种 侮辱 某些文化里面就侮辱 在每个时代的认知模式跟生活世界的指示的一种论述活动 知识形式的论述活动 把规则部署的运作机制 你什么时间点可以讲话 比如说你那个远距教学按举手才可以发言 小朋友举手才可以发言 老师说下课的才可以离开位置 老师说上课就要把那个课本说到桌子底下 然后说什么最高品质 静悄悄等等之类的 这种规则归去的东西 他让你说 这种这事情 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单单的角色要做什么事情的那种 规范 东西去形成每个 时代里 什么知识才是对的 形成每一个时代里面的知识 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讲到论述事件 所谓论述事件就是我们使鱼 使用场合的一个案例 可以当作一个case 今天在某个语言在某个场合里面运用是怎么被运用的 怎么被表达出来的 这个case里面可以让我们做 前面讲的文本分析 然后论述事件的分析 文本就是它内容里面怎么 讲些什么东西 我们理解到读到什么东西 论述事件说里面背后的那种 他的说法里面是怎么去运作的 是怎么说 如果说 说什么 怎么去影响到 用什么方式说出来 如果去影响到 到那个 影响到别人 发挥影响力 最后是社会实践 最终它怎么在跟社会结构之间互动 或者跟社会结构里面 产生一种社会的影响 实际的展现 社会的规则 形成整体社会的规则 副科指数来说 在特定条件底下特定的语句 才能够被语言所描到出来 语言必须 特定的语句 特定的用语 必须要考量不同的情境 特定的情境里面 用特殊的语言所表达出来 这样子 所以这里带来一种 它认为说 这种东西就是论述 论述 它认为说 我们必须要把论述 当作一个事件 当作一个有政治性 背后的那种 权力运作 或想要控管 即是影响力 的机制 但是因为它这个政治事件 承载的政权 背后一个支配的关系 这类政权也会控制着论述本身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我说什么是期待 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这种情形 等下这是case 我们讲话一个case 今天说主张什么 可能要反清复明 天地会要反清复明 为什么 因为明朝之类的 众训爱国 文化之类之类的 这是一个论述 就这个case来讲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分析的结果 背后里有为什么 为什么 背后的根据里面 是不是有合理合法 或是里面站在什么立场 去说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论述 前面 让你说那些语言的使用 在语言必须要在某个场合里面使用 在某个场合里面使用 这个就叫论述事件 接下来论述事件里面 就是叫论述 论述是什么 论述基本上 独特的论述事件 怎么说 说什么 遵循模 是规则 可以说什么 不可以说什么 构成研究对象的表达方式 就是 我所研究的那种文本里面的这个论述里面 他怎么去说出来的 他背后就涉及到前面讲的知识形 某个时代里面控制的怎样子才是知识 真理正确 怎样子才是对的 那种知识 的一个 你 谁可以讲 谁不能讲 谁讲 是对这种运作极致 这样子 他那为说任何学科领域的探究 都可以当作一个论述 可以进行 一种说法 或研究结果 这个阐述观点可以当作一个想法跟那个分析 所以说那个派人认为说必须要研究课程里面的语言 的使用 文本里面语言的使用来探讨里面论述 怎么去发挥影响力的 然后怎么跟社会情境都发生互动关系 所以派人认为说课程里面跟学校反正事情 以及所采用反应跟决定 学校存在目的的语言所构成 这个有互相的关联性 那基本上论述就是会去探讨说那这些 互相关联性的 社会历史制度所构成的 那种 影响的产物这样子 这些关联性 在论述之中 怎么在社会历史制度里面所 产生出来 那意义基本上意义也是从这些知识论述之中 可以被 讲出来说为什么 要这么做的那个原因理由 存有论理依据这样子 那这因为论述具有 但是它背后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 它有规范说怎样的知识才是正确 的规范 怎样的研究方法 怎样的解题方法才是正确 所以也隐含一种权利的关系 它可能会载制人们对于事物的思考 那对他者论述 别人的那种 想法的 看待 别人另外一派观点的 看法 说法的看待 也会涉及到 已经载制的说那我们 如何接受 论述跟意识形态 我们接受什么价值观 比如说那个 我们是可能亲美国 亲中国 亲什么之类的 可能喜欢那种西餐 喜欢中餐 这种不同的 影响 这样 基本上讲到论述就是涉及前面那种 知识形 然后对应到很多 错综复杂 权力印制的关系 它涉及到 它会产出 被复承载的社会历史 制度的那种 被期待 或是被规训 的东西 这个权力管系会控制人们的思考 或是看待别人的 讲法 同样的讲法 以及决定说我们会接受什么意识形态影响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论述的学理 复刻再次思考古学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一层一层之间 来探究 不同时代里面的历史的观点里面 透过档案文件 历史 同个时代里面不同档案文件 而不只是官方文件 看里面 论述怎么形成 他透过论述 跟陈述 陈述你宣称 宣称说什么东西 论述是 那你宣称里面 背后用什么语言 怎么去表达 发挥什么影响力 发挥什么说 去探讨知识内部的规则 可以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用什么方式 激昂的说 或是用 假讯息来 来铺陈自己 或是 包装自己 之类的 所以说他认为说 知识的本质 其实是论述出来的 这样子 接下来复刻也认为说 借由论述 知识的真理 并不是先天存在 是被有人们论述出来 计定某个规则里面 就设在 这样子才就是合法性合理性 不过那我说借要论述 重新发掘各种思想 制度 运作底下的关系法则 那我们可以客观的标明事务 事述分布的那种权力 极致运作的那种知识的 知识型的散布的那种状态 规则的状态 哪些地方 可能是碰到人家的死角 哪些地方 可能是可以通行的 这样 那实浪的那个执行研究学者认为说 知识考古学用于中论述 跟传统那种讲话的分析 或是明著字里面 探讨 谁讲了什么 讲反弹里面 语言真实的意义不同 他主要是在重视 不只是说 他讲什么 以及背后的意义 他讲到说背后里面 他讲什么背后受到什么 实践规则 秩序的影响 更涉及对真实的需求 那重点他不是参长你讲了什么 而是你讲什么背后里面 涉及到哪些谁可以讲 为什么你会这么讲 为什么你先这么讲再这么讲 那种规则 揭露 这种规则 导致事物分散 知识的那种 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 我的特质是什么 我的个性 这是什么 活泼开朗 我的个性就是积极 敬乐趣 敬乐观 之类的 也许不是你原神本质 透过那种社会的语论 然后是你那个接受道德观 外在的道德观人家的说法 或者说流行的风潮 去导致你说 那修行人就是爱爬山 可能要 喜欢去做餐点 这种东西出来 基本上论述是观念意识形态 态度行动 观念用于多种的实践 论述表达出来 它的会发生那种 不同的作用 涉及到观念意识代言态度 影响的那种 也许是贯注 也许是规约管制 那透过权力记忆的方式 权力的作用 去构成他们所说的主体跟客体 但我是谁 跟那个是什么 其实不是一个 必变即本质性存在的东西 被论述出来的 说你是什么 因为什么要怎么样 为什么我现在 可能在崇尚那种瘦身吗 可能人家就 瘦身就健康 瘦身里面才是会很没 那个什么瘦子就是美 之类的这种也是被论述出来的 那这论述背后 涉及到权力运作的规则 说话者 传选说话者 传选说话者的理念跟讯息 背后有特定的社会 会有特定的运作策略 怎么讲说什么 还有针对主要是为了谁 而讲 最后想要对那产生什么影响 说者跟听者的认知过程 具有社会动态关系 背景脉络思想内涵 接理的论述体现这种 历史动态的历程 知识不是塞给你的 是透过不同的说法 在不同情境里面 不同的说法 眼闭 跟权力运作机制 规训你 出那个历史 就时间嘛 时间里面变化 那个历程 然后我要选综合台湾对妇科概念里面指出来说 妇科的论述理论 涉及了纳入跟排除 因为规定说 你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 谁可以讲什么不可以 谁不能讲什么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种恶分方法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什么知识最没有价值 这样子 就是你纳入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意思就是 其他知识就没有相对的价值 可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排除多元的可能性 然后基本上 论述可能会有一种实现性 想要影响的 规判性 规定你怎么做的 但是在论述过程中又是一个被管系的说法方式 在论述过程中可以讲什么 为了 让我们的立场可以被传播出去意识形态 或是我们需求可以被接受 或是说被一个遵守 背后一个管制 如何说出 可以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能说 什么话 什么话是好的话 什么话是不好的话 比如说那个什么 叉叉叉之类的就是这样话 然后圈圈圈之类的就是好话 这样子 你好棒就是好话 然后那个 问话人家母亲就是不好的话 这样子 然后这个 Tensherman有个 Worda跟Veter 他 运用批判论述分析的时候 他认为说 论述在批判分析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当作一种对社会实践的语言的使用 论述的语言怎么产生对社会产生影响 这种产生社会的规范作用 影响到社会结构的 运作跟形成 就实际程式来讲 论述是从独特观点 来说出经验的方式 意志经验的方式 从某个观点来讲 应该怎样应该 这个情形就是怎么样子 所以应该怎么样子 这个情形就是 那个什么 刚好那个 我们经济成长是独立的上座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这个情形就是那个 我们领导者政府 伟人啊 造福所有的子民啊 等等之类的 基本上论述涉涉及到 因为论述实践 其实论述实践涉及到某个人 在某些条件下 对某人用某种方式 说出某些内容 说出某些内容的话 说话 论述就是我说话 但是说话里面 涉及到 不只单纯说话 他说什么东西而已 他把人说 谁在说的 谁可以说话 对谁说的 对谁产生影响 他在哪里说的 在哪个立场 在个位置上面说的 那说些什么事情 实践内容 就有别处 第四点实践内容的话 他还去探讨说 他怎么说的风格 用什么方式去说 在新闻媒体里面报导 或总统出来呼吁 或者说 今天校长讲的都是对的 或者我今天用那种 悲情的 啊 我这是怎么样子 要在这带中情活 等等之类的 或者说 你就是怎么样子 或是那个 馆长之类的风格 看你的 叨叨叨之类的 逼 这样子 风格 然后来吸引人家 来影响到人家 去介绍你这套 说法 这样子 那有被离开了 我思雇我在 的主体观 主课二分 心悟二分 观点 他认为说 我们 副课认为说 论述会影响到 我之所以 我会是怎么样子 我有什么意义 我是什么特质啊 我是个活泼开朗的人 我是一个什么阳光进取的人 这其实会涉及到 社会的那种论述 权力运用机制 带来那种 我希望我站在什么位置里面 主要是由社会语言建构的主 他认为说是一个主体去中文化 我之所以希望我自己 瘦的有脖子的 然后 平常都在健身的 这样都会去爬山的 然后幽默风趣开朗 这过程其实 并不是有本质样子 因为我受到论述影响 然后我自己 把自己去追求那种 那种模样 然后把自己 变成那个样子 想要的那个样子 这样子 自己去 然后基本上个体在社会权力网络之中 一方面是权力控制的对象 一方面 又是权力散播的载体 一方面我们对这论述有 约制 一方面我们所作所为 又影响到那个论述 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什么 太和工坊的水壶 一个人用 好像是在别的地方很流行 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去用 到时候每个人装水壶 都拿那个太和工坊的水壶 也是有点像是 像这种 非论述控制 非论述 他定义论述 他比较算批判 论述分析的学者 论述是一种社会构成性的 行动模式 他比较强调那种 论述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 一种行动 说什么 谁对谁产生作用 说什么 透过这个 论述 透过特定观点 在线社会实践 一种语言的使用 企图引导社会的那种运作 他跟 社会结构呈现这个辩证关系 透过论述 去影响既有的规范 彼此规范跟论述之间是彼此互相 他比较像是那种辩证的观点 但早期如果你看到那个 彭卉讲 有些学者认为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FDA 比较会重视流动性观 不过那个 CDA 比较重视语言 那种表面语言的分析 而已 我们看到菲尔科普 他基本上 他除了受到语言学的影响 后期也有用到那个 他提出CDA批判分析 他这一套里面有受到那个 批判理论还有复科 理论的影响 权力 流动观的影响 而不再只是 只是上对下阶级的那种对抗关系里面 所以你看到出他有一种 辩证的关系 不是单纯那种 不同权力机制运作关系的 关注 而不是一种单纯的 上下对抗关系而已 就前者而言 包含了社会阶级 社会关系 制度机制 规范制约 都会对论述的塑造制约产生作用 就后者也透过论述实践 一个 前面讲的这件 关系制度 规则 会描述到这个 该说什么话 另外一个你说什么话的产生影响力 会带来一些社会论 对我们就是这样 节能减烫 就是要怎么样之类的 就是要节约用水 主体位置 我之所以是谁 那我扮演什么角色 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的本分是什么 社会的关系 然后知识跟信仰的价值 提醒 所以说那个 倪延远那个一个老师认为说 论述做一种实践 不仅是 他不是 一方面不只是完全被说 结构所限制 外在那种 不同潜在规短 想到结构 为维持维稳 稳定 能够限制你 或是框架 他论述不只是被他受限 他论述不只是被他受限 但是还是有一个能动性 可以 在线世界 赋予世界的意义 然后影响 进而改变 结构 改变世界 那我看到一下论述秩序 我们讲到论述背后涉及到权力运作机制 里面规范到我们也讲到论述时间 涉及到谁可以讲什么 谁不可能讲谁 如何讲什么 那种 所发挥的那种影响力 实践会发现那种影响力 那论述秩序就是影响力里面造成什么规则 整体性原则 而产生论述的事件 那贝克曾用互动的方式表征方式 以存有的方式去探讨 论述秩序涉及到 知识类型 还有他 怎么去论述出来的 以及他背后的形态 怎么样子存有的形态 他论述是属于哪一种互动的类型 他用哪些表征的方式 是用演细的 还是说 那个涂梗 梗图的 还是用 那个什么抖音的 抖音的方式 还是用某种那种 表达出来 存在形式那是怎么样子的方式 也只是 我在 书本里面的 爆章媒体的 网络的一些 学学寻世 另外一个词叫交互论述性 论述不是封闭的 论述跟论述之间 一样 论述跟类型之间 会有共够的运动 有这样互为论述性 最著名的是 德西塔 德西塔 后结构主义 跟结构主义 那个数字都没有原始的来用 前面有讲过 他论说 都会不断的演绎的结果 本质主义 语言的意义概念 意义的时间 不断的流通 在明镜片 传递出去 找到非的地方去 另外一个 法国后结构主义者 Michelle Foucault 是前面讲Foucault 没有所谓的作者 那个作品里面 作者都被他人的作品所填满 我们在讲谁的概念的时候 我读者 我读者读完里面 有点像 前面罗文巴特讲的作者意思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本身就是在当 阅读一个作者作品 本身就是一个作者 在重写他的作品 那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作品 其实我今天在解释 任何一个作品 今天我在解释复刻一样 复刻的想法 都被我那个 产出的结果所填满 再来说 一套想法不会固定在这里 一套说法 一个论述 背后里面全力局不会在 另外一个论述跟论述 之间会产生互动的关系 然后带来不同的论述 所以说在特定作品 或者认同的时候 不要认为唯一的 原创性的 我们都有欠人家的补充 所以应该阅读原始来源 然后就一个对彼此之间的互动性的对话 那另外就在德里拉 傅科所讲的来讲的话 次要来源也是原始的 对彼此的语言 对后结构 主意产生认识 但是原始来源里面 会变成不断的那种读者 不断的说法 不断的修正 那这样我们都不孤单 或是思考原始的想法 或做原始的想法 事实上 Do A Lips In Ripa 在今日而言 你所读到的这幅话 也在你身上 意思就是你所读到的 不是作者的原意 经过你自己的处理 那原始来源 从原始来源之中 我们阅读过程中 会产生那种是要来源的那种产生 接下来我们讲到文本 文本的概念包含说特定的作品 广泛的社会现实本身 其实文本就是被写下来的那种 被说出来的那种东西 被说出来 或是说简单来讲 被说出来被写下来 或是被论述出来 可以被阅读 重复关键是那个Reading 可以被人家阅读理解的东西 但也是可以变成一个 我们分析主要的切入的对象 透过文本 去掌握背后的论述 或是本后里面的不同的说法 然后接着去掌握 揭露背后一些 权益机制 怎么去做身体的部署 怎么去形成你的一个认同 你的接受的想法 基本上文本在概念受到广泛理解 社会实践机制 人们怎么去做的 比如说那个 听说要封城了 大家赶着去买 买东西来吞扣 文化的产品 可能说那我们过年过节都要放冰炮 然后中置节都要烤肉之类的 制造人类行为 粉丝里面任何事物都算是 那随着科技的进步 那个 Taser Major Wall-Dogbet 认为说 声音影像或是 多元语用学的形式 不管怎样的表达都可以当作 一个文本不限于原本的纸本 不是书本里面的东西 就我们刚才可以被read了 像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可以被read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前面那个 罗安巴特纳夫我抽着雪茄的画面 里面可以read说 他里面为什么要抽雪茄 在哪里 在哪里抽 或者说 那个里面有讲到说 一个黑人士兵向 那个 法国的国旗敬礼好了 这幅照片里面背后呈现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给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它就形成一个文本 那这也涉及到 我们透过什么观点来阅读这个文本 所以说Holiday 这个学者认为说 原本就是一个说跟写的语言 这个文本会借由论述的事件所产生出来 实体化啦 你论述里面是语言的使用吗 在某个情境之中的使用 使用出来被 某个情境的使用 然后被那个呈现出来 可以被阅读 也许是美国实际的使用里面一个影片 或是一个书籍 一个期开 哪一个paper 或是一个什么 新闻报导 或是一个广告 或是一个照片 里面都算是一个广义来讲 说跟写的语言 重点是可以被阅读啦 基本上文本不只是书面档案而已 人类的生活习惯 社会机构 文化产物 艺术创作 都可以 被开放阅读的文本或文本产物 所以说其中意义是文本之中的属性 在文本之中的意义是 人类 社群创造的 特征 Hunter Magwin 文化产物 通过文本我们可以阅读意义 然后是诠释 解释里面的那个 去揭露他的论述 然后去分析他的论述 然后揭露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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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以了解这个文本被复负的什么意义 也许是作者传承意义 认为说要理解课成为不同的文本 从不同的角度来 立场来阅读那个社会的现象 或是学校里面发生的事件 或是他的论述实践 其实就 有点会带着一个认为说 他不是 那个 不是固定不见的 是不同立场里面看出不同问题 是诠释出来 他从德意堂那种演义的观点 所有的现实 就是人类的现实 根本上文本是涉及到 论述的问题 文本里面 背后隐藏的 透过文本里面 我们可以阅读到很多不同的论述 分析不同的论述 在文本之中 具体化产生作用 然后德意堂认为说 阅读不能合法 让文本 朝向文本以外的事物 或朝向可能发生语言以外 文本内容以外的东西 文本之外 别无他 他的观点 我们要针对这个文本去 分析这个文本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就外在的资讯来 看查到干扰的现象 那麦大人认为说 我们必须要考量 我们作为一个文本 透过文本 所观察到的东西 理解课程为 政治文本 自尊文本 现象为美肥文本 透过美学角度来看 带着这个东西 带着这个东西 来看 阅读这个东西 观察到的这个 现象事实 转化成美学角度看的文本 有什么意义 创造了新的概念化 再概念化的意义 带来等于理解课程 或理解教学 以课程研究为文本 探讨那个课程不同的理论 不同观点 课程研究发现 对课程论述背后有哪些论述 研究 透过文本 来课程研究的文本 来研究不同课程 背后涉及论述 不同说法 不同 权力运作 不同想要发生影响力 这种观点的一个研究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FDA 复科的那个论述分析 先背知识 就我们那个这次同学要 主要会分享到三种里面 那篇作者里面 会比较倾向于复科式的 论述分析的观点 那这里面好像涉及到几个名词解释 一个是主体 然后一个是后面讲到的 客体 另外我们讲到说那个 主体客体主语化 还有主体客体 主体客体化之类相关的一些问题 基本上我们来探索一下好了 然后那个方永泉老师在那个国家教育研究院大词典里面探讨说 主体 常常同样这个字来有不同的意思 如果就知识论来讲的话 主体是个别的认知者 就我在思考的我 是思想所有心智 来源的中心 也算是纯粹的自我 也可以先验自我 一种我思顾我在 我思的那个 我思考这个行动机制发动的时候 我就是存在的 当我开始思考一个对象的时候 开始怀疑 就代表我开始思考 就代表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会思考的 我思就是一个 主体 另外心理学来讲的话主体是我们今天被观察到的人 逻辑里面主体是那种 主词啊 那个什么 我们把主体判断 续词构成的一个实在 主词动词这个名词 一个陈述一个宣称之中 Statement一个说法之中 今天 走到 今天 全年开始特价了 全年 就是一个主题 阿卡开始特价 做一个纯粹的主词 限定一个 这种主词概念 在教育上里面 方永泉老师比较强 主体就变成一个主题或是学科 课程的内容 也许可以是一个演讲的论点 也是一个某个领域里面的系统化知识 比如说国文数学 布里 的科目 或 具有传递的价值 另外心理学跟教育研究里面常用这个主体受试者来 那种接受测试试验的人 主题统整 有时候 有些人用subject 一个小的主题 一个小的主题 有系统的知识 基本上我们主要来看到那个论述里面的主体都会涉及到这个 我是的主体 我之所以存在的那种意涵 基本上那个方永泉老师探讨subject 主题这个词 主题这个词 来自于中西 拉英文的 subject theory 有多在下面 至于 旗下的基础 就是 基础 实体 substant 跟那个substance 做一个基底存在 我之所以存在的那个根据 那我们讲到我时故我在 开始思考的时候 Niktigal认为说开始思考的时候代表你存在 唯有你开始思考的代表你存在 那不过他认为说犹如课题的变化 方永泉老师主题在历史意义发生很多的转变 早期主题跟课题之间是根本颠倒过来 他发现到说亚里斯多德在用主题的时候两个文法 一个是逻辑的 意义一个是存有学 存在 比较像这个的意义 前者主题是那个主词跟叙词 今天全年开始得价 后此是把主题当作是 世界上之所以存在实体 做一个实体的一个 基质 这样 阿波罗在斯多德学派里面认为主题是范畴 性质的范畴 不去性质的存有 这个范围 里面不去特殊性质 然后那个思考在斯的地方 他主体 分成那种 分成主体的跟客体的 主观的跟客观的 他认为说像阿波罗伯伦讲的 第一印象 第二印象 第一印象是那种主体的 然后第二印象是客体的 第一印象是具体的那种 实在存在的部分 本质存在的部分 客体是我们心智运作底下 再去把它理解 诠释出来那种场务上 那迪卡尔他认为说 把客体的意义跟思想连结在一起 主体跟事物存在 主体跟存在 我是故我在 我是故我在 我之所以存在 本身结合在一起 然后客体那马认为说 我们思考到的对象 思想到的对象 所以迪卡尔提出 我是主体 他认为说 提出自信主体 自信的思考理解 理智 主体的时候已经宣传了 感觉跟意识 主体的时代来临 等于说 这个作为实体 主要是我的感受 知觉 思考 所 呈现存在的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要 相信我们 明晰到 思考一切事物都存在 我们思想 他们 明白而清晰存在 我们还必须对有行事物的本性 有个清楚概念 如果我们明白 而清晰看出 每个事物都是 互裔的实体的话 如心灵跟问题 则他们都是互裔的 他主要是讲到说 思考 到的事物 都是在我们思想时 而存在的 所以这个思想 做一个存在的先辈的基础 所以说基本上现代科学开端是 迪卡尔的我思的主体性 也是强调理性 我开始思考 我是故我在 我是真理性 故我这个存在 世间万物存在 康德他是让 主体意义变化关键 他把主体更明确的定义 主体是一种知觉 跟思考的中心 客体是知学领域之外 的东西 他从知识论来看的话 纯粹的我思 跟主体都有正向的意义 如果我们实际对主体 或是感觉主体的形式 那么所有的性质 空间的关系 时工本身都会消失 他强调我思里面涉及到 主体思考的那种的运作机制 所以一方面主体是现象界的根源 一方面也构成了经验中的客体 这里面讲的是主体现象界的客源 做一个先验理性存在 这样 主体我因为由 我这个 我思这个存在里面 先验理性的运作里面才能够把我 感受到的那个 现象界里面呈现出了 要了解到的背后的意义 也构成说我们经验之中 有哪些是 外在客观的事物上 所以说 基本上康德对主体运用后来 想当是世界一般的用法 我们讲的主体就是我自己存在的那种 正在思考 如何思考 或是根据我自己本质思考 先天的那种 特质 个人的特质 跟个人的存在的证据 基于康德以后的观念里面 把我思跟思想同意 互以更客观的意义 在康德思想要承认先念的客体 同时也是思考的主体 的想法 他把思考主体跟外面的客体连接起来 后面学者认为说主体是发生在心智 跟客体经验之中的活动 辩证关系 类似这样子 不再传统就是实体 所以现在传统认为说 那个主体就是一个固定下来 既定处理不会变化的东西 永恒的东西 后面开始变成这个永恒东西 那种 不断变恨的那个永恒违规的那种东西 可以不断变化的永恒 然后费希特跟黑格提出来 的这种 想法 根据康德想法 黑格进一步把主体看到 是绝对精神的理念 就变证把那种可以流动的主体 把客体变成说 我在今天思考 我的创作过程 精神中的那个 创造物这样子 不后面那个 惠尔巴特里面反对他们的想法 有机体不应该排除 主体之外 那么说这样子他分出 绝对精神跟创造物 可以作为恶分 他相信精神意识 只是主体的特性 真正的主体是整个整全在一起的人 主体既是客体的里面 又重复这个 人对自己而言是主体 但是对别人他而言是客体 主体跟客体是共同的 每个主体对自己的认识意识 也是客体 我今天在理解我的时候 退后一步去理解我 被我思考的我 跟正在思考我的我 这两个之间会涉及到 主体的那种互换的关系 那斯宾塞跟孔德他认为说 主体比较中心 他认为主 主体的意义取代 旧的意义他认为说 主体是那种心智或心灵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知识 然后马克思主义 关心到忽略 认为说以前在讨论主体 就乘到心灵 忽略到具体行动实践的要素 跟主客体之间互相作用的东西 所以马克思他图起 提出那个主体跟客体 之间的相互中 在我们 社会行动里面 那主体客体有主动 主体对客体有主动创造功能 这也带来说 我们阅读里面常出现 主体客体化 客体主体化那种的 那个概念的产出 我们是马克思的那个 早期的那个想法里面 出现了这样 清廉马克思主义里面 出现了这样 马克思里面主体意识是主体 人类主动性一个依据 包含对客体对象的意识 及主体列在意识之内 对人类来讲 除了除了一个自然存有之外 也是一个社会的存有 人是社会的动物 然后只有在社 生活是社会中的人才可以存为主体 自己跟社会之间交互作用 主客之间 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分成主体三个模式 个人的主体 社会提供物质跟精神 以下可以独立进行活动 个人 集体主体按照一个信仰 目的利益组织出来 公共行动群体 也许就社群的主体 社会主体 公共活动基础 一个人类的总体 整个社会 也许整体国民 之类的 全体人类 无人类 人类之类的 简言之内跟马克思主义看 主体必须要跟社会有关 主客之间不应该恶分 可能就涉及到 透过实践连接在一起 那么看一下课题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里面 课题是独立心理外 存在事物 哲学里面 通常包含几个意思 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 不止感官的东西 具有可见可触摸可感的性质 存在意识之中 让意识有所知觉之物 然后 可在言语之中 命名之物 都是有实质存在的名词 可以被我们思考的东西 被我们知觉的东西 基本上课题跟人类意识有两个关系 课题是外在世界中的事物 课题是我们心智内容里面 所掌握到外在的事物里面 可以被人家所注意 进入我们意识中 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脑海中存现 即使今天这个东西移走之后 还在我心灵中存现 有点像皮雅前那种知觉保留 那基本上这个课题object 又叫作对象或是物体 如果根据方法老师的那种解释 它来自 拉丁文的objection 英文的over,against 然后gesture 是英文的to solve 一面丢来之物 丢来之物 有点像是说 我今天 今天到一个电影院去 那个什么 升光 对我这种朝着我而来 这样子 的那种 观点这样子 一面而来 被我看见之物 这样子 从事业人来看 我觉得应该强调事物对人的相对关系 哲学应该强调这个意义 不只是做一个事物而已 不只一个外在我的事物 是一个外在投射于我 跟人家 跟我产生关系的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 那主体意义里面 也是有 变 变 变变化 那个方永泉老师 早期的 主体跟今天的 今天的客体是互换的 在耶里斯多德之中 因为我们刚刚讲实体嘛 实体跟主体是同意的 但是这里 Subject是今天的客体啦 作为个个体存在的事物 不是他的性质 而是命体 和充分认识的 对象跟材料 我今天讲个东西的那个对象 是实体 世间万物是实体 不是我心中是实体 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观念论跟实在论一样 在那个柏拉图里面观念论是我的那个心 还是观念 永恒的真理是在我观念心中 概念中存在的 那亚里斯多德之后 世间万物里面有存在那种 具体存在 我们重重归纳原理原则出来 原理原则才是永恒 基本上走在一个他那个比较为实主义的取向 基本上这个subject里面 其实是 object的意思 那个况且老师认为说 今天所以说我们用到了subject matter 这个教材 也是原字这个东西 像要对我们来的那种 存在本质的那种 也许教科书 也许课程内容 课程方案这些东西 然后在中世纪经验哲学里面 受到阿拉伯仁思想的影响 然后使用upject 因此里面有第2异小个前面讲到那个观点 所以upject才被学者正式的使用 在经验哲学之中 就那个基督教时代里面 教会啊 修道院 是领哲学里面 课程 具有意义的 指摄的对象 指示的对象 intentional 意向的 指摄的对象 指的可能是可认知性的 具有意识的或情感的那种 指摄性的对象 那我们看出来在早期的用法里面 课程跟主体也不是2分 课程是我们 意向到的对象的东西 我们看到 其实upject里面 只要目标啦 那个跟 跟主 我是有关联 所以是我们思想心智思量的一个对象 寻求 对应到那个对象 那另外讲到神话的故事中的客观存在不是一个实体 但是 伯拉图 共相 这概念也仅能客观的存在 客体的存在 共相是一个客体的东西 这中世纪以下 很多学者遵从客体的心灵对象理论 里面讲 Scouters 他认为说 Object is 思考的对象 Object of Soul 就是主观 主观 探统的对象 客体被认为说在心灵之中存在事物 事上的事物时被视为这种实体 然后 迪卡尔 跟博克莱 然后继续研究这个说法 事物的客观存在被视为说是被知觉到的对象 客体就是被人类所知觉 所以那个主客之间还是连结在一起的 然后清代哲学里面把主客意识点倒过来 然后洛克里面强调说 那个心灵如白白了 所以 他们把心理思考纳入来 重视自我的思考 感觉 认知的功能 主体变成说跟自我心灵有关 一个是指向对外把外面当主体 现在是自己心灵里面这个主体 形容使主观变成说我一个 心智性 心理性的想法 主观的想法 不过 主客体也换 那个意义的转换 他认为说 方文权认为在康德开始 康德用法里面主观是在一个事物 主体之内的事物 我心灵之中 心智里面所想的东西 客观之后是外在于任何主体 心理所想外遇的事物里面 不过他里面有讲到这两个是不可切的 两个之间是 前面有讲的吗 在先验理心底下两个之间是可以统一的 康德里面 梅隆他把胡塞尔尝试透过回归 事物本身 然后把客体当作这个判断的对象 事物本身自己会告诉我意义 而不是我主观去思考的意义 这里就是 还原 现象还原 本时还原 跟那个 心厌还原 超厌还原 那怀德海把客体当作是事件 抽象跟抽象化 客体透过知识的认知 进入经验 同时对于感觉客体或直觉客体 物理客体 科学客体 它区分出不同客体的 不同意涵 那个方向讲认为说 17世纪经验论开始来 很多学者认为说 知识起源于感觉 经过反思 那作为 感觉对象的客体开始 在教育里面客体所被我们感觉的东西 那有一些伟大学者 维持主义的 食物教学 然后 康米纽诗 卢梭斯 博士泰洛奇 食物教学 世界图解 绘本教科书 实作的学习 他认为说教育应该来自于港关的训练 对于说那客体的那个 材料的掌握来发展 全部的 全能教育本心 实物教学不只是物体 食物存在方式 也是个基本教育计划 冒险老师解释他的主要意涵 借着对食物实际观察 来进行教学 对课题的观察 学习内容里面 对材料 我们刚刚讲 课题 设计叫subject 学题内容 容易进入困难 然后尽可能在每个小时里面提供一个整体的知识 运用对话的教学显示 食物教学无法提供食物 如无法提供食物 也应该离食物较接近的样本标本模型图片 基本上在教育的运用里面 食物教学 改变了传统 重视主体 智力的发展 形式 心理的训练 然后提供适当的课题 这里已经转成课题了 食物转成课题 教宰转成课题 的感官经验反成为教育主流 是西方教育跟东方不一样 具有那种重视 由外而内的外溯 而比较少 少那个 中佛 东方的那种 内发 那种内自行 启发 惨谱那种观点 接下来我们介绍主体课题化 基本上主体课题化要叫做主体对象化 跟课题主体化都是一种主刻的互动关系 这也牵起很多学者里面 他不会把主体跟课题 那个 一刀切 两个 认为说两个之间没有关系 他主要是 闪述说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性的作用者 是人通过实践 实际的本质力转化成对象物 那是主体透过对象性活动向课题的 渗透跟转化 等于说我们人 透过我自己的实践 刚刚我讲到马克思主义有关 马克思强调说透过社会的实践 让自己的本质 变成说我自己追求的那个对象 透过自己努力 变成自己 想要 面对的目标那个样子 等于说主体 透过对象化的活动向断铁 渗透 让自己 本本来是这样子 变成 透过努力 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人类 运用自己的科学跟知识 制造出先进的生产工具 让自己可以去使用这个工具 基本上 那个 百度里面介绍到精神跟 物质的双目作用 在这个 福底克尔以化在物质关系之中 人在改变客观事物之中 客观事物也不断改变了 使人适应外在的需求 及主体克的 等于说我们制造出工具里的话 我们就受限于说 习惯于用这个工具去 做我们生活的事情 改变我们世界 像以前没有 没有电子白板 没有那个 大萤幕 我们就可能用版出去写 现在 那个黑板 传统黑板粉笔去写 现在有那个电子 电子白板 或是现在那个 电视墙 那我们可能就习惯用心的方法 我们等于说 这种 科技产生了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改变我们人类本质 在新陈关系后 通过实践前 主体向讯息思维加工 产生改造客体的目的计划工法 实践的观点 就想要怎么让自己 变得更 变成什么样子的那个 客体化 基本上 另外一个观点叫客体主体化 我们刚才讲两个相对关系 客体主要叫客体非对象化 它也是涉及主客的互动关系 所以位置于说主观对客观的必然 客观 中 会有主观变成主观的成分 意思是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形式 转化成主体生命结构的部分 或主体本身的因素 客体变成反客为主 变成主体的一部分 人透过实践前终产生意识 那这个也是一种客体主体化的一种表现 客体跟外界 事物的形 形态属性规律 进入人的实践活动 扩产人的视野 发展成人的智慧 变成影响到我们思想 那丰富人的情感 磨练人的意志 转化成人的数字 等于是由外而内 而影响到人 那前面是这个人 自己 被外在 那个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同化 基本上在物质跟精神双作用里面 物质关系之中 客体主体要透过时间活动 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客观事实改变 既有的状态 然后变成适合 人类需求的形态 就叫客体主体化 把客观的东西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在精神关系中 透过时间能够把主体 活动主体 把客体职群变成主体需要的 形式或内容 把跟我无关的东西拿过来用 这样子观点 前面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 那最后我自己 运用这个东西里面来受到它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看到主体客体化的影响 会涉及到为什么要讲到 论述分析 为什么要讲到主体客体化跟客体主语化 是精于说 论述分析里面谈到说那个 我们怎么说说什么 那些文本 背后使用的语言 然后 会不会文本所分析出来 背后使用的语言 背后涉及到哪些论述 实践 谁 论述秩序里面的实践 谁可以说该说什么 谁不能说在哪里说 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 这么规则 里面的影响 其实是复刻在主体权力里面 认为说 那个什么 人类 在成为主体的过程之中就变成一个客体化 经由论述 变成客体化的模式 主体客体化 我 创造出来的东西 反而回过来影响到我那个 生活的形态这样 他讲到说 My objective has been to create a story of different modes by which In our culture, human beings are made subjects 他等于说在不同的模式底下 历史模式底下 我们创造自己的主体 我们工作是 We work as a deal with three models of diversification which transform his main beings to into subject 人类变成一个主体 有一个主体的东西 经过客体化的作用 我透过我的那个 做出来东西 我自己变成我习惯使用的东西 然后变成我的那种 生活形态的样子 但这个里面他是讲到说一定 是好的吗 感觉他一开始是批判的观点 不过他最后是回到说 自我记忆也是可以把主体客体化 回过头来塑造我这个主体 他主要是反对主体是固定的 所以他有人要 那个主体 那个 去中心化 的观点 不要把主体当作一个中心 一层不变永不变 而是他会受到 不同论述的影响 不同去形塑你的主体 论述的形构 那我们自己透过自我记忆里面也可以 对抗那个外在那个论述对我们权益 机制的载质 然后 压迫 关系里面的 那可以用我们那种生存记忆的权力 作用里面 因为权力在关系之中嘛 不是有一个人绝对可以抗拒你 你自己 不接受 我说那你们交100分钟以来 你们不交哪里 没办法 或是那你 真的不交吗 也许不交你就学不到东西 你只有规讯 那我可能交十分 这样子 他后面转向个自主性 或前面会比较批判的角度啦 那么透过科学的状态来形成科体化的主体 包含着普遍的语法、哲学、语言学 对说话的主体 我该如何说 有哪些文法规则 现代式里面可能是说 I come to here 过去是 I came to here 之类的 然后是什么 I am going to there 这样子 现在进行事实上 哲学里面涉及到一些逻辑思辩、语言学里面涉及到语言使用的规则 我们创造这些规则 最后来影响到我们服从这些规则 运用这些规则 因为财富跟经济学里面 对生产跟劳动主体的客观化 我们透过劳动去 赚取利润嘛 我们过程中 我们变成一种 赚取利润又变成影响到我们一个重点 发明这个学科 到最后我们 运用这些 有效能 创造财富经济的法则 来 变成做我们生产劳动会 根据这些 SOP 那些管理系统的法则 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然后第3个是 本质历史的生物学 对 纯粹事实的客观化 生物学里面 什么 你这里是什么动物啊 历史的演变里面 影响到 纯粹事实的解释 第2个是 是透过区分性的实践 来主体客体化 透过自己内在的分类 或是与他 进行客体化自身 这我们会透过那种 二分法 谁是疯癫的 谁是理事 有没有像前面那种 谁可以说话 谁不能说话 谁是有病的 谁是健康的 谁是罪犯 谁是良民 这种东西 比如说 医生可以决定说 你这个就是 什么 失觉之调 杀人无罪 你这个就是什么 故意踩到警察的脚 这个是罪大恶极 可能要观识天 这样子 屈于识天 这是像这种东西 二分的里面 但是这里 无形中 变成我们 主体是分裂的 分裂成 有些人 谁被定义成 瘋狂 谁被定理智 这种二分法 第3个是 被二分法所控制 我们习惯对世界产生二分 然后 成功或失败 然后你考试时期 不是成功 不就是失败 没有考一百分 这是一个该打 第3个人类存有 转变成一个自身的主体 比如说以性的角度来 性的发展 后期度 那个富可有去探讨性的历史 他发现到人类涉及到学习度 自己变成一个性的主体 性的那种 发展里面 我们透过 我们存有 会 在客体化过程中 转变成自己 自身的性的主体 而获得我们自己的那种 自我记忆的可能 后面那个可能会比较 比较偏教育 他自己认为说 要变成性的主体 是他比较认为是一个对抗 或是发 活着自己生命设成的那种方式 基本上富科认为说 大家已经从生活 和服务好关系来看主体 但是没有专业的讨论 看讨主体如何被 权力关系 控制 或影响 所以他 富科认为说 他自己所说 这扩大过去对权力的认识 以观察主体如何被 固化 克力化 成为一个主体 被你所发明的东西反过出来 影响到你的生命形态 生活模式 那透过对 现代政治理性 基础的权力运作基础 只要看到说 他们那个 18世纪念民主国家的成立 现在的国家里面 透过不是鞭打你 不是肉体的伤害 透过我们刚刚讲 环境监狱的掌控 让你说现在不可以做什么 现在不可以丢垃圾 那可能那骑鸡车不能操线 然后是说疫情关系要戴口罩 怕被人家看见 那自己关起来 就也许 就可能就 自己脱下口罩 之类的 或出门可能要穿裤子穿衣服 但是你也许在上远居客的时候 也许就太热了 也许可能只穿内裤 或者说 可能说 像新闻主播你 上半身穿得很漂亮 下半身随便穿短裤 这样子 的那个现代规范 但是无所不在监控里面 在哪里被看得到的地方 表现得好 或是担心到哪里 你自己做不好被通了 他认为说这个理性化的过程里面 他认为说必须要被 去揭露这个权力运作机制 主要是针对不同领域 比如说疯癫 疾病 死亡 犯罪 性 这些议题里面 权力怎么去揭露说谁是疯子 谁是有病 谁是那个为什么要用PRC 还是怎么去探认说你是不是 确诊 新冠病毒之类的 谁是死亡 是那个 谁来开 法医来开证明 可是你是有死亡证明 那你到底有没有罪 这样子 有没有犯法 然后性的那些约束 这样子 来探讨这个 现在的政治 政治正确性 怎么去规训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 另外他第二观点是说 在揭露过程中可以用对峙的战略来分析权力关系 透过 研究抵抗关系来探讨 两段之间权力运作的位置跟方式 并以合法 非法 由非法来探讨什么是合法 人家怎么讲合法 从疯癫来探讨什么样才讲正常 对比性出发去 发现到说 权力的那个张力关系所在 因为你分成二分的两端里面就有那个拉扯的关系 那谁来决定那个关系 的那个作用力 他有发现到那现代化理性之中 过程中权力运作即是在个人生活中会把人分类 这前面第二个 分说你就是好学生 你就是把 把 之类的 那贴上身份表现 你就是教授啊 你就是可能 补习班老师 逼服务他 服务生说你该做什么 教授就应该怎么样子 然后学生就应该怎么样子 你的小 看办就应该怎么样子 西优就可以干嘛 之类的 那我权力使人成为主体 然后因控制跟依赖 成复主体 因此自我 知识跟意识回归自己的身份 等于说自己的主体是受到这些论述所影响 的权力极致 都一直征服的权力使人历史的权力 或论述 产生主体克力化 他也认为说16世纪有一个新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新城 国家的权力用基督教的牧民 统治的权力呀 一方面个别化 一方面整体化 巧妙的结合 牧养说 你有天赋人权啊 每个人都自由啊 但一个说我们是国家 要自己那种 全国一条心 同岛一命 等等 产生那种新的权力 我们应该要遵从这种说法 爱国之类的 爱国爱乡 爱徒 为自己的个人救赎也是一个牺牲 为信徒牺牲 照顾每个社群 社区跟个人 了解个灵魂的真相 但是要认为说现代国现在不是高高在上时 是复杂机构 每个人 被述成某个特定 你是什么身份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等于说 国家 就变成 现代个别化 个别差异化的 矩阵 但在过程中 他也有莫名全命 来控制说 哪个角色该做什么事情 莫名的官僚 机构大增 发展有关 哪个群体该做什么事情 哪个个人应该发展什么姿势 什么姿势才是你这个身份该做的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个别的 那背后里面是有整体化的那种 控制这样 那针对那个权力如何运作的问题 傅克认为说权力使人际关系产生失职 彼此效应互相影响 互相约束的效应互相作用 他认为说只有在运作中的权力才是存在的权力 意思说 呼应到我们前面一直讲 权力不是被某个人所拥有 是被施展展不出来的 是在一个互动关系中存在 那过程中透过规训 治理的规训 然后你自愿被规训 然后使得技能技术沟通的权力关系 都可以按照既定那种 这就是设计要论述秩序啦 什么时间的应该讲什么 不该讲我今天要产生什么效果 就用哪些方式的讲法 引用谁的说法 互相搭配过重一个规训 使人听话的效果 不管做坏事 因为别人 不同论述一直在监控你 这样子 他发现在18世纪以来的生产活动 沟通试验 权力关系的调整 权力关系里面 他者可以变成一个 辨认有行动的个体 面对权力关系能够有不同的回应介入的可能 所以说那种 生产沟通资源 权力的运作关系之中 他者 我们以外的其他的人 我们跟自己主体原本不同的人 可以变成说行动力的个体来影响到个体的行程 所以后期会常常讲到他者 话这样子 他者对自己的影响 权力关系 他者论述 怎么去影响到你自己行动力主体的行程 论述对你的影响 那当在权力操作的治理 决定人们或群体的行为应该朝向哪个方向 他者带风向 所有的可能应该做什么选择 所以现在权力只能在自由的主体里面 表面上你是自由可以选择的 但你在选择过程之中 因为你有选择这个现在权力 这你选择过程中才有施展的空线 很吊诡 因为你有选择权 但是你在权力运作机制里面 一定要去选择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里面其实他那个矩阵里面 所控制住得着 那傅科认为说权力如何运作问题 那为说现代的自由 跟何春蕊老师所提出来 现代的权力之间有微妙的关系 有点像我们讲自由就不会被权力宰致 那其实傅科发现不是 自由跟权力之间是互相关系的 尤其是因为你自由 所以权力才可以对你产生规训的过程 因为你是自愿被规训的 他在说研究权力可以怎么去检视 差异区分 你是谁 谁是优等生 是劣等生 怎么分布 使人可以影响到别人的行动 谁可以进入台湾大学 然后谁能 台大 谁能就台清教程 谁能够读那个私立学校之类的 那种区分 谁是好学生 谁是坏学生 权力的目标 权力到底是要 指向追求什么 权力的手段 透过什么方式 让你服从 监控 什么之类 特别的建制 权力怎么那种被发展出来 怎么被运作的 方法 怎么被部署的 怎么发生作用 以及理性化的程度 权力怎么透过理性的一些 SOP 或是这种逻辑的关系 或是这种 合法化的说法 发生的影响力 基本上傅科认为说权力关系很多 很复杂 但现在越来越被 国家所掌握 表面上你是自由的 但是 权力还是对你这个自由 所选择 的选择 归训 傅科认为说 监视每个牢房的囚犯 的囚犯 但是人有不屈服的自由 因为 所以说即使权力无所不在 有权力的地方 就有逃逸 比如说叫你都要戴口罩 有人就肯定不戴口罩 叫你要戴口罩 也许会到人家就脱掉 这样子 权力跟抗争相互连结了 所以他一开始在讲 探讨权力的关系 必须要有 两端 封边去看 正常 然后 坏人去看好人 两端之间对比 同一个夫妻 看出不同的权势 但是在差异 对比差异中看到了 载质关系的在权力过程之中的作用 他里面不讲谁去载质谁 他讲那个关系之中权力的那种 压制性看法 有别的传统那种 传统批判理论 某个主流团体 意识形态去控制某个团体 这种 左派想法也会不同 他比较 他在意时候 那 不是 那个人去控制你 是那个人 跟你之间 那个权力作用的机制里面 你是有自由的 但是那个权力作用 会去控制你那个自由 你的自由会 落入你肯定被 规训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样 不过全面展示的可能 他认为说全面展示可能 有关 有可能 因为权力抵抗 可能在某些条件里面 某些时刻某些条件 大量的遍及跟扣缓 某个时间点里面有可能 全面的被 载制 有时候抗车不是完全有用的 类似这样的观点 考量到现代国家运动机制 康德已经问 人 在特殊历史中 你是谁 富哥认为说或许不是问说我们在特殊 现金的时候我应该成为谁 而是巨次说 我们被贴标签 被规训说 一个适配生就是乖乖听话 可能要 去做很多简进去实习 能不能有自己自主攻击 但是我们需要 想象并建构自己的可能 去除现在权力结构 个别化 跟整体化之间趋势 我们必须要促进新的整体修法学 他认为说这是自我记忆学 自己的自理性 自我自理性 而不是国家自理性 自己当自己的主 自己为自己自律 自有跟自律相关 等于说我不是被人家的那种外在权力论述所 控制的 我透过自己的自律 自己的论述实践 去影响 甚至可以自己的论述实践 去影响社会的结构 它也带来一个转化社会结构 的可能 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很多是很 因为他们后线结构主义者 很像讲 很抽象的概念 所以你必须要厘 主体是什么 也许是思考的 一个我思过在 我思思考的一个对 那客体就被我思的那个 对象 那主体客体化 我创造出一个 东西 这几文在运用过程中 我被他同化 人被他同化 变成说 仰赖说 创造冷气 仰赖说 每次天气热就要去吹冷气 创造手机 也许 沟通对话都不写信 就那种 当手机 然后客体主体化 是那种客体被我们 改变成说 哪个东西不好用 改成 对我们有用 客体变成说 我们想要的模样 也许说 现在一些制度 变成说 我们方便便民 以前那个钱 也许是 现金 这样 刷 刷条码 或是刷 iPad 刷那个什么 扫码 或是那个感应 之类的付钱 这样子 这两个之间关系 不过主要啦 这里 论述里面会谈到 论述 权力 主体 论述 时间过程 会涉及到 权力运作的机制 这关系会可能涉及到 规训主体 这地方也涉及到 知识 权力决定知识 知识 规训主体 真理 规训主体 主体 会涉及到 运用权力 这三个之间是 交织官式 变政 不过虽然 傅科提出来说 重点是 我们要感觉到自己是在 运用现代理性的过程中 被那个理性 主体科理化所控制 我 之所以我 不是固定的我 是会 随着论述的演变 外在的那种想法 让我们科理法里面 我们创造的同感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形态的理念 但是同样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有抗拒的可能 自我细意的 自我主体化 主体科理化 活出自己的色彩 这样子 意思是 主要是 如果我们主体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话 就个僵化 互定的那个想法 就比如说你 可能以前的小朋友 未来是小朋友 以前是穷人 现在穷人 未来一定都是穷人 这样忽略的那种 改革创新的可能 所以在这种观点里面 最后 在主体科理一方面来讲 传统来讲是一种 政治权利的载质跟控制 另一方面来提出一个可能进来 就是我们也可以透过论述 透过实践 透过行动 把自己 不满意现在 我现况是谁的主体 去致力于 追求某个目标 让自己变成 主体科理化的那种 样子 过得更好的生活 甚至说 把不好的机制客体 主体化 成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样态 基本上我们这个里面 首先要必须要了解 这几个重要的概念 才能够比较容易 入手 有点像英文单字先知道 这篇里面重要的英文单字都知道了 关键比较难的英文单字都知道 你还读一个英文文章里面就可能比较 容易一样 这种情形存在 好 最后我们也要看一下 彭惠 那个 跟那个 陈彭惠跟陈冠贝同学 学姐来介绍一下 教科书分析的方法 以及后面如果有时间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文本分析 对 教科书分析研究期 张范范 我们刚刚讲到文本分析的四种模式的意义 前面这篇会讲到 CDA 批判论述分析跟 复合式论述分析跟 比较教育法 这三个的不同 后面会介绍到那同样文本分析里面有分成四种 我们前面讲的四种 那个内容分析 论述分析 然后故事分析 一个辩论 辩论分析 辩论分析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问题的 没有我们就等一下看一下同学的影片 好我是教士仪的 陈鹏慧 然后 今天我要讲的是教科书的研究分析方法 然后是陈佩玄的 陈佩玄老师的作品 要目录的话 我们会介绍 CDA教科书的研究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 然后 分 比较教育的方法论 CDA 还有FDA的论述分析取经的比较跟应用 那第1章呢 我们是在讲 CDA教科书研究分析的方法 理论跟实践 然后他有分成 批判论述的分析 也就是CDA 那他就是特别针对 意识形态的一种分析方法 然后教科书里面其实隐含了很多 很复杂的文化脉络 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CDA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研究的方法 那王雅全教授呢 他特别针对维也纳的分析 架构做介绍 然后这个 这个CDA的分析策略可以分成 质问问题跟论述的策略两大类 然后论述的策略分成五大类 质问的问题就是说 教科书里面的语言族群的特征 跟属性还有品质 比如说弱化跟强化 那论述的策略就是 包含命名 论述 跟 就是 有点对 包容排斥 强化跟弱化的分类 好 那CDA的质问 它有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 教科书在语言上要怎么样称呼 不同类别的群体 那第二个就是 要怎么样描述各个群体的 特征 属性跟品质 第三个就是 不同群体的名称还有方法 跟 描述是透过哪些不同的 观点被表达出来 第四个是用哪一些策略来 合法化不一样的群体 给它们不一样的价值 最后一个是 要怎么样强化这些不同文化 强化或弱化这些不同文化 群体的观点 然后CDA的论述呢 第一个就是 微观 它是一种 它有 四个特点 然后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种 微观的论述方式 第一个就是 文本呢 它会 隐藏一些聚观的影子 即使是它个人的论述 也可以超过个人化 变成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第二个特点就是 透过这个分析呢 人们可以了解到教科书背后 它有一些 很复杂的 一些 复杂性的理论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 就是 透过CDA的分析 去留意这些教科书 后面 带给我们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就是 它是一种 破坏性的分析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 对 在建立这种 结构的基础上 因为我们需要 理清这些 意识形态 就会让 就是 这个分析可以让读者 在解读这些文本的时候 更客观 然后更有判断能力 所以 就综合以上的三点 就是CDA可以说是一种有 重建 重构的 一种 建设性的 分析方法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 比较方法教育论 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论 对 比较教育方法论 它是透过一种 跨国的研究来看出两种 就是对象的议统 然后分类跟区執 比如说 跨国嘛 就是台湾 中国 台湾 日本 美国 日本 美国中国 整整整的 不同的跨国研究 然后来 比较出 不各个国家的 就是不同跟分类 还有一些它的教育趋势 然后透过比较的视野 我们就可以看出 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特殊性 比如说 法国它就是 中央集权的 教育方式 那美国它可能是比较开放性教育啊 就是每一个国家之间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教育特点 那台湾可以透过这些比较教育 比较去 强化或是弱化一些我们的 特点跟缺点 所以比较教育呢 它就是希望透过 互相了解 减少 两方的冲突 那 如果想要世界和平 就应该要相互研究 其实有点像是 就是和平的教育 这样 那比较教育的话 在方法上 就是同时 采 量化跟直化的研究 好 对然后 洪文柔教授 他主要重点 就是在介绍一个 比较教育的研究法 他叫做 Birding 对应该是吧 Birding 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这一个学者的比较 教育的研究法 那 第一个阶段他就是 描述的阶段 他 在这个描述的阶段 他有两个 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 资料的追踪 就是 第一手资料跟第二手的资料 还有辅助的资料 所以这些是资料的追踪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面向就是 在学校的方式 就是实际去走访这个学校 就是描述他整个就是 这个研究的重点 然后第二个 阶段是 并列的阶段 他 并列阶段要分成 一般的描述跟并列的描述 那并列的描述 他就是 发现 国别差异的一个重要方式 比如说他把两个 两个国家 放在同一个表格里面 让你去看 这两个国家 他是有什么样 的差异 所以就是 他就是拿出来 把并列在一起比较 就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第三个阶段 就是解释的阶段 那这个解释的阶段就是 从 描述的阶段 到 收集到的资料 然后他给你一个系统 系统性的解释 通常我们会从 历史的阶段 跟政治 还有经济的层面 来分析 比如说 今天你收集到这个资料 我们 追溯到 很久以前的 历史 教育方式 你会发现 这个解释的阶段 就是要给 上面描述的阶段 一种 feedback 就是你看到这个 一手资料 二手资料 或是辅助资料之后 你要去探讨他背后的 一些政治层面 经济层面 跟历史层面 对 然后最后就是 比较的阶段 那 比较的阶段 他有分成 平衡比较 轮流比较 跟融合比较 平衡比较 就是在讲说 两个 两个东西在比较的时候 他是在同一个界面上面 同一个平面上比较的 那轮流比较就是 第一个东西 我们比较完的时候 我们比较第二个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融合比较 就是我们把整个 比如说 美国的教育 法国的教育 融合在一起比较 就是他们两个 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那我们就是把它 轮流比较 把 就是 不同的面向 融合在一起 去做比较 对 那实际的应用 就是在讲比较教育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一定要锁定你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今天 在写这个比较教育的 就是 我今天在写 这一个 国家 那我应该要先设定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知道的是 美国跟台湾的教育的 年限 美国跟台湾 美国跟日本的教育跟 教育的 方针 然后美国跟日本 美国 或美国 反正就随便两个国家 三个国家都可以 你就是 锁定一个你想要知道的问题 然后去做一个 就是问题的 锁定 它叫做锁定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描述 描述什么呢 描述你今天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日本 日本他们的 嗯 教育年限 这么短 或是为什么 台湾的 学生 比全世界的国家都来啊 来的要 上的课还要读 就是你要描述你今天想要 达成这个 就是获得这个资料的一个目的 第三个就是解释 解释的话就是你要解释 你今天的题目 你今天想要知道 台湾一个 十二年国教的 十二年国教的 比较 就是比较十二年国教跟之前九年关教育都可以比较 你就是随便一个 随便两个东西你可以来 比较说我们今天 从十二年国教 九年 义务教育 跟更早之前 推的一些 国民义务教育的 不一样 你要去解释这三个是不同 然后 第四点就是并列 你要把你刚才找出的差异处 拿出来并列 比较在一起 你才会知道说 列成一个表格 你就会变得比较 就是好看懂 然后第五个就是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 在台湾但是我运用到美国的教育 或是在美国 我今天运用到 台湾的教育 你把这些假设的问题 摄 摄写出来 就是摄出来 然后我们之后 第六点就是 检验假设跟 比较的一统 然后第七个就是反省跟建议 就是我们会 依据这些步骤来 就是实际应用在 生活上面 好我们来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经典有三个 三国幼教比较 教士俗名字 来当例子 从三种文化的观点来看 这个学前的教育 比如说 就是有一些国家 他会很 重视到视觉俗名字跟 多重声音的俗名字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录影 然后 透过三国的比较我们可以 避免掉 优劣的判定 就是 三个国家 你在 不同的文化 脉络之下 对于幼教的 想象 或是教育者的认识 应该归属老师学生 还是归属给家长 这些 上课的方式都可以显示出 这些国情的不同 在这些差异之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三国面理的问题 跟同质性 对 好 洪教授呢 他就是以 以色列的 和 以色列巴勒斯坦共购的历史 就是教课书来做例子 对然后 他们就产生一个 跨国式 跨国文化的观点 那 藉由这个 跨国文化的观点 就是 比较异同 就是比较 那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教科书 我们可以 就是用这些 理解的过程 达到一种 互为主体的 叙事历程 也就是说 在这些处理 共购教科书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从不同的面向去解释 这一块 就是 比较教育之间的 连结 对那 其实 就是这里他有提醒到说 我们在处理这些 共购教科书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 很多字体 对不对 字词背后的 文化意涵 这个差异性往往都是造成文化冲突的冠冠军 所以关键 所以非常需要注意 这样 然后到第三个章节 第2个章节就是 CDA跟FDA的 论述分析取经的比较跟运用 好 CDA跟FDA的不同 这是第1个 CDA主要就是在分析英国跟欧陆盛行的 语言学的关系密切 然后FDA就是在讲 复科士的 论述分析 也就是在法国比较盛行 这跟就是 后结构主义 复科 复科 你们知道吗 就是 对 复科的关系比较密切 他就是一个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学者 对 然后结构主义 就是你们可以知道在 翻课本 对 然后不管是 这两 FDA或是CDA 他都是 以论述为一个 主要的分析对象 在教育学里面 你主要拿来分析的 论述会有 文本 就是 教科书 然后第2个就是政策的文本 就是 各个不同的政策 然后第2个就是主体的建构 就是每一个教育的 就是 架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对未来的一种 想象 就是 未来的一些冲击 好 那FDA跟 CDA的论述架构 现在要跟你们说 FDA呢 他就是会 依序处理 你的意识形态 论述 知识 权力主体 这5个 5个 层次 那论述 他作为意识形态的 他是一种 某种形式 就是 语言啊 文字啊 行动的认同 那论述 但是这个论述却也没有办法 解释 就是 意识形态的意义 所以 论述形成框架 这框架就是论述的权力 权力 简单来说呢 知识就是他是一种 社会的论识论 那 主体的区分 他会造成 主体的 客体主体化 跟主体客体化 就是 这个你们就在上网 Google一下 反正FDA 他就是在讲 意识形态 论述 知识权力的 这些层次的 变化 那 就是 论述他 其实关注的 重点 他不是关心你的语言 怎么使用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一句话 呃我说 呃 对我今天说了一句话 但是他关注的不是在这个系统 怎么样应用 而且这个语言要怎么样被使用 比如说你今天 跟一个人讲英文 你是 看着念 你是什么怎么念 都没有什么 太大的 就是 关系 他不是一种系统 你不一定要文法证确 你不一定要 就是 你只要讲得出 听得懂 你只要可以使用他 你就可以 连接到外面的社会权利的关系 对但是 语言 就是 语言就是在 诶我刚刚提到嘛 语言就是在讲 诶 语言学的关系密切 那FDA呢 那FDA呢 他就是 比较关注在社会 跟 意识形态这些 处理的方式 就是 诶 CDA跟FDA差 就是他在 CDA是 语言学 FDA 比较 比较着重在社会意识的形态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 关联 就是 他们两个着 着墨的电话 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我们再讲FDA FDA对于 论述的定义 分成大论述 跟小论述 大论述是指说 观念 文字行为 角色的总和 就是这些东西 对文本的 解释 解读 是以不同形式的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观念就是一个大的论述 你可以用文字 你可以用行为 你可以用角色去 总和出 这一个文本 要怎么去解读 那小的论述呢 它就是比较偏语言学 就是它就是一种语言上的意义 对它就是 整个文本 这本书 呈现传来告诉你的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小的论述 CDA就 下一张就是 CDA对权力的展示 那 文本和论述的概念不清 就是 CDA对权力的展示 主要分成两点 就是 比较多的声音 它是来自于马克思 对权力的解释 对权力的解释 解开权力的效果就是 这两个东西呢 它是 有一点点 对立 对所以文本和论述的概念 就会变得 很模糊 所以造成说 CDA它提出了一个 批判性的观点 就是 这个研究它提出一个观点 但是它没有办法整合 它也没有办法 呈现是乎一些 社会意识的表达 所以它就是一直着重在 语言学的 框架里面 对香妙来说啦 以复刻的观点就是 FDA 如果你用FDA去 描述这件事情的话 论述它本身就 就会是一种 权力的展现 有点复杂 然后 好下一张 FDA就是 后结构主意识的论述分析 对它刚刚讲到嘛 复刻它就是一种 社会权力 然后 后结构主意 是的 对 所以它这种论系方式 它就会把 时间轴的东西 带入到论述里面 然后 它这个过程就是 主体它会不断的位移 它不再只是 它不再只是在 同一件事情围绕 它会把这个东西扩散 所以把文本这个东西 放到时间的脉络之中 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向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所以台湾 好我们 他这个也只是 毛敬如教授 他以台湾的历史改革 他说 不同的论述可以在时间的推移之下 交织成一种政治的文本 也就是说 从 历史 观点来看 你可以把整个历史 的 脉络 交织成 一种政治的文本 所以 FDA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FDA感觉是比较有用的 一种论述方式 好 那FDA在 实作上面它有七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挑选主题 跟刚才一样 挑选主题 然后第二个是 你要了解这个资料的 限制 第三个就是 你要 辨识这个主题的 一些 领域跟物件 然后第四个就是 你要检视出 这个论述中的交互关系 你要提出一个证据 然后第五个就是 辨识论述的 就是策略跟技巧 然后第五个就是 寻找缺席 和沉默的声音 这就是 比较 弱势的团体 然后第七个就是 辨识论述的 效用 对它就是大概是 有这 这七个步骤 那 上面呢 就是 对 然后 第四点就是 结论 结论就是 CDA跟FDA 它都是针对同一个 论述去做分析 但是它们的分析有差异 刚刚讲了 CDA是针对什么 针对语言学 FDA就是针对后结构主义 妇科式的论点去做 描述分析 好 那三种方法应用在 F 诶 好我们先讲比较教育好了 比较教育的方法它是透过 不同的国家比较 刚刚讲了三种文化 文化的脉络都是不一样的 你为什么要用三种 因为三种它可以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避免一些文化的冲突 对 那比较教育的方法就是 透过不一样的国家去比较 来了解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差异 跟 国家认同 那第三点就是 三种的 三种方法 就是FDA CDA 跟比较教育方法 这三种 应用在教科书的文本 它上面的步骤是有差异的 CDA跟FDA 比较 强调的是 对论述的直接分析 那比较教育 就是比较重视 一些假设 它会有比较多的描述去让人了解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 感觉比较教育会比较让人 好懂一点 那第四个就是 文化方法论的差异会影响到 研究的面向 对就是 有三种嘛 三种方法论 FDA CDA 跟 跟 那个比较教育方法 这三种方法论的 差异它其实会研究 会影响到研究的面向 然后 这些面向也会 为教科书 研究到来不同的视野 比如说你可能一个文本它是 用FDA去做 用CDA去做 跟用比较教育去做 这三个一定会有差别 对那 这三个差别会影响到的是 这个这本书为你带来的 后续的效应跟 就是 不一样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想法 对 好 谢谢大家 好那这样我们问题的 突然学姐们的报告 好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到这张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线上翻转教学的影片 那我们同样是历阶教师检听 正式考题 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是 文本与论述分析做一个 课程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然后当然这个文本跟论述分析 最近那个研究所 就很多人在研究那种 课程政策啊 课程论述啊 或者教科书啊 的那个内容 分析啊 形式分析的一个 重要的研究方法 那这因为跟我们课程社会学有关 所以我们先拿进来 当做一个范围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历阶的考题里面 大部分好像 选择题目的问题很少 因为他可以考在深论 你如果对那个 课程论述啊 课程政策啊 内容啊 还有他形成 内容背后的观点 还有形成这个观点 他怎么说的 谁说的 在哪里说 做一个那种 分析还有意识形态的检合 还有他如何去影响 权力 如何去影响 在 知识在其中的作用 权力之间 网之间如何流动 还有他那个 如何影响主体 认同的那个过程 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他的内容 首先那个 黄庸救援想要了解 国小国语科学中 不同性别角色 类型跟出现频率 应该用哪些研究法 类型跟频率吗 还是像是统计啊 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几个 这样子 所以呢 A 内容分析 2 文本分析 C 论述分析 D 进入分析 所以答案是 内容分析 分析里面有几个 文本分析 分析里面是怎么去讲的 问述分析里面的观点是什么 如何去 说明的 然后进入 谁说的 然后透过什么观点 意识形态 进入分析 什么东西 去影响的要素 所以答案是内容分析 接下来是 Steven Boe 认为说 教育政策应该包含 两个层面意义的探讨 一个是政策及文本 另外一个是什么 文本 你所可以阅读到的那个资料 文本 背后就是论述 课程型论述 文本背后有哪些观点 这些观点是什么被说的 他有什么社会背景 在什么时代背景里面 论述论书分析 批判论分析的观点 接下来 下列何者是政策及论述的里面 A 教育政策的推动应该提出什么计划书 这个比较像内容 从教育政策计划书可以分析 各种意识形态 比较偏向于内容的分析 文本是教育政策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其实文本只是 还不到论述的层次 里面的内容 又有哪些东西 接下来是教育政策内容 需要透过语言分析跟对话去理解 所以答案是D 论述里面要看到里面的语言 怎么说的 然后如何说的 说些什么 什么没有说 那什么说的很多 什么是带风向 这种 对话论述的分析 接下来 教育研究中的论述分析 往往受制于特殊 时空下社会环境的框架 形成特殊的论述形构 Decursive Formation 就是说这个论述里面有特别的说 某个团体都会讲怎样子的话 某个朝代里面 大家 say hello 都会说怎样子 是在hello 等等之类的这种东西 或者某个团体大家都一起反合 反费时 或是费时 综合 等等之类的 这种说法 起手 我们的起手是都一样 这种观点 怎么说的 背后可能是自己的意识听到观点 还有我们这一体里面 这种研究方式 就是街道这种论述背后 如何被形成的 他语法具够如何去 陈述的 什么起手是 怎么讲 再怎么讲 如何去说服别人 这种理念主要立即于哪个思想家的思想 Elliota 是那个后现代的 技术比较批判跟流行文化的 所以答案是属于 富科 德西卡的解构主义 的那个学者 还是富科 比较多谈论到论述形构 尤其在那个词与物 跟那个 谈论到那个 知识考古学 里面 跟知识系普学里面 讨论到论述形构 一个内容里面 有怎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怎么去陈述 怎么去说服 怎么去铺层的 他的前后 怎么去 顺的 他受到谁的话去影响 然后又 在什么空间 什么论述跟论述之间的交互作用底下 去升者 有什么历史环境背景底下的 考量 这个都是论述形构影响要素 这样子 好这比较难的东西啦 不过大家能够知道说有这几个词 分析论述形构 没有人说遇到不知道怎么办 就OK了 好那就 大致上我们就这个部分就到此结束 再讲什么问题的呢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是到此结束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拜拜 谢谢大家